第一章 仙剑 地球 华夏 凌川市交数十里外 一片连绵起伏的山栏间 原本避空如洗 艳阳高照的天穹 突然一道惊雷 毫无征兆的响彻 紧接着 一抹奇光仿佛撕裂了天穹一般 悄然绽放 无比的归例 犹如一道皮链 横跟天际 随后 霞光漫天 整个天穹都渲染得宛如仙境一般 美不胜收 而在那漫天霞光中 却是诡异的出现了一道深意 只见其一席天青色长衫 树发带簪 身形十分修长 皮肤白皙 宛如阴海 面容温润如玉 仿若古画中走出的翩翩公子般 不过 在那身影出现的瞬间 他便好似突然遭受了一股重压 猛地就朝下方直坠而下 但很快 他就稳住了身形 竟是直接凌空而立 若是让人看到这一幕 估计下巴独咬精掉 这世间 竟有人能凭空一粒半空中 怕不是得要惊呼 这究竟是人还是神仙 但此刻那人却是眉头紧锁 满心狐疑地看着四周 怎么回事 难道 这里不是仙剑 可是 不应该啊 我飞升的时候 明明看到了仙门大开 但为何我飞升后 却并没有出现典籍中所记载的仙气灌体 洗练肉身与原神 铸就仙体和仙魂 反而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禁锢 将我的原神和灵力都压制 导致我的原神 完全无法再出窍离体 就连神石都被完全压制 无法外放 一身灵力 更是只能调动 相当于金丹七巅峰的程度 宁望书苦思冥想 却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 他又仔细感应了一下 发现这片天地 只有十分微弱的灵气 这让他再次皱了皱眉 愈发地怀疑 这里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仙剑 罢了 还是先四处看看 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现在我连神石都无法外放 只能靠肉眼去查看 而且 我的修为也被莫名禁锢 只能调动金丹七巅峰层次的灵力 必须得小心谨慎一些 想到这 宁望书当急捏了一道法诀 将身形隐秘 同时也能屏蔽 其他修仙者的神识查探 随后 他又是手艺招 一柄仙韵盎然的飞剑 顿时出现在他脚下 这是他的本命法器 极品灵气级别的望书剑 这柄飞剑 是他自己亲手炼制 起名时 也是直接用了自己的名字 虽然不用飞剑 他也能遇空飞行 但速度总归 没有遇见飞行那么快 脚踏飞剑后 宁望书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际 但很快 前方一座庞大的现代化城市 便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当宁望书看到那座城市 看到城市中那一座座 耸立的高楼大厦时 心头顿时大震 双眸墨地争大 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之色 这 这里是 地球 不 不对 那栋大楼 分明是井江大厦 没错 那就是临川市的井江大厦 宁望书突然变得无比激动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 前方那座城市最高的那栋大楼 盯着上面依稀可见的井江大厦几个大字 哪怕他的神识 此刻无法外放 但他的墓里 也根本不是常人所能及 纵然还隔着很远 却依旧看清楚了 那栋大厦上的字 但很快 宁望书的激动 又变成了震惊 以及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我 我居然回到了地球上 我不仅没有飞升到传说中的仙剑 而是回到了地球 回到了我的家乡临川市 宁望书语气艰涩 呼吸都不自觉的急促起来 脑子里充满了无数的问号 心中更是掀起了一股惊涛骇浪 他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法理解 也无法解释 就如同当初 他突然穿越到苍原界一样 没错 宁望书本就是地球人 他的家乡 就是前方的那座名叫林川的城市 但因为一次无法解释的意外 他穿越到了一个 名为苍原界的修仙世界 并且一直在那里 待了足足近万年之久 曾几何时 他无比的渴望 能够回到地球 也想尽了一切办法 因为这里有着他的亲人 但是 近万年过去 他都从一介凡人 一路历经千辛 修炼到了大成期 成为了整个苍原界 当之无愧的仙道第一人 却都始终未能如愿 在那漫长的岁月中 他也早已放下了 返回地球的执念 一心只求仙道 期望能够飞升成仙 而最终 他也不负所望 成为了苍原界数百万年来 唯一的一位飞升者 只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似乎并没有飞升到 传说中的仙界 而是回到了地球 这一刻 凝望书的心情 无比的复杂 他深深的凝望着前方那座 早已埋藏在记忆最深处 曾经无比熟悉 但此刻 又感觉分外陌生的城市 一时间 竟是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在这时 凝望书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神情末第一正 不对 我明明在苍原界修行了 有足足九千多年之久 可是为什么这里看上去 跟我穿越之前相比 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连锦江大厦 都还耸立在呢 别说近万年了 就锦江大厦的外观 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老旧 看上去 怕不是连十年都没有 否则 如果真的已经过去了近万年 别说锦江大厦了 怕是整个凌川市 都早已不复存在 或者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这不应该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凝望书紧皱着眉 除非 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除非地球跟苍原界的时间 流速不一样 我在苍原界 虽然度过了九千多年 但地球上 却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 妈和若萱都还活着 想到这个可能 凝望书顿时 再次激动起来 身体都止不住的有些颤抖 当初他还在苍原界时 之所以放下了回地球的念头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 肯定都已经不在人世 自己哪怕真回了地球 也无法再见到他们 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现在 一切似乎峰回路转 哪怕他并没有飞升到仙界 没能成为真正的仙人 甚至连自身的修为 都受到莫名的稚骨 只能发挥出相当于 金丹七巅峰的水平 可以想到还能有机会 再见到母亲和妹妹 凝望书就觉得 这些都不重要了 回家 马上回家 这一刻 凝望书脑海里 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念头 他连一秒钟都不想再等待 立刻就全力地催动脚下的飞舰 以最快的速度 飞向前方的凌川式 第二张 我都飞升了 你叫我去高考 片刻后 凝望书寻着记忆 很快飞到了自己家 所在小区的上空 随即 迫不及待地缓缓落下 因为身上有着隐秘法掘 倒不担心会被其他人看到 或者是被小区里的摄像头拍到 不过 他落在小区后 还是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避开了所有摄像头 并确认四周没有人后 正准备撤去身上的隐秘法掘 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由低头看了眼 自己此刻的一身打扮 于是又赶紧催动身上的护身法衣 将其变换 成了一袭短袖 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的模样 接着又顺手将发季解下 食指一画 将头发截断成短发 这才撤去了身上的隐秘法掘 显出身形来 很快 宁望叔来到了自己家门口 深吸了口气后 终于带着几分紧张和忐忑 轻轻地敲了敲门 谁啊 你找哪位 开门的是一名陌生女子 对方只开了一小半的门 带着几分警惕地看着她 宁望叔顿时一愣 有些愕然地看着那名陌生女子 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抬头又看了眼门牌号 是402没错呀 确认了门牌号 宁望叔当即向那女子问道 请问这里是栋402没错吧 女子一正 下意识点了下头 嗯 对 怎么了 你到底找谁 确认是自己家没错 宁望叔又再次试探着问道 这里应该是张兰芳和宁若轩的家吧 张兰芳 命若轩 女子愣了下 但很快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不禁说道 你是说之前的那位房主啊 我好像记得他是叫张兰芳来着 不过 这套房子他已经卖给我 不住这了 房子卖给你了 宁望叔眉头一皱 心里满怀疑惑 对呀 就两个多月前的事吧 怎么 你是他家的亲切 女子打量了宁望叔一番 问道 宁望叔没有回答 只是再次询问 那你知道 他们现在搬到哪里去住了吗 女子直接摇头 这我哪知道 这样啊 宁望叔有些失望 但还是道谢了一声 不好意思打扰了 另外 谢谢你啊 说完 宁望叔也只能转身离去 只是 他心里却充满了疑惑 到底怎么回事 这好端端的 妈怎么会把房子都给卖了 而且还是两个多月前才卖掉的 走出小区 宁望叔不禁长呼了口气 抬头看了眼天际 自语道 看来只能去妈以前摆摊卖早餐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遇到他 不过 现在这个点都快中午了 估计妈早就已经收摊回去了 要不行的话 就只能等明天早上再去 可惜 我的神识也被压制着 无法外放 否则 无非也就花费点功夫 就能找到妈和若萱在哪 收回目光 宁望叔还是决定去母亲以前摆摊的地方 碰碰运气 不过 他才刚走出没多远 就见迎面骑来一辆电动车 宁望叔倒未在意 反而是那辆电动车在与他交错而过后 突然一个刹车 骑着电动车的中年男子猛地回过头来 似带着几分诧异和狐疑地 看了看宁望叔的背影 随后 他赶忙又骑着电动车追了上去 在宁望叔身前停下 带着几分惊疑不定地说道 你是宁望叔 突然见那中年男子拦在自己身前 并且还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宁望叔不禁一愣 随即看着对方 莫名的也觉得有些眼熟 片刻后 宁望叔猛然想了起来 惊讶道 秦老师 文言 秦峰不由笑了一下 道 还真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自己认错人了呢 不过 才几个月没见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皮肤变白了不说 整个人的气质 好像也完全不一样了 说着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胆忙道 对了 你这几个月上哪去了 怎么无缘无故地就失踪了 之前我跟你家里打电话 也说找不到你人 也联系不上你 报了警 也一直都找不到你的踪影 听到秦峰的话 宁望叔再次一愣 几个月 接着 他猛然反应过来 急忙问道 秦老师 你是说 现在距离我失踪 就只过了几个月 宁望叔有些惊喜 虽然之前就想到了 现在距离他当初穿越到苍原界 应该并没有过去太长时间 但没想到 才只是过了短短几个月之久 嗯 对啊 秦峰点了下头 略有些奇怪地看了眼宁望叔 感觉他这问的就有点怪怪的 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似的 不过秦峰倒是没有深究 而是继续说道 之前我还挺替你惋惜的 你的成绩那么好 只要高考能正常发挥 一锁九八五应该是没跑的 说到这 秦峰忽然一顿拍了下脑门 笑着说道 我都差点忘了 今年的高考可还没到呢 还好你回来的还算及时 还能赶上今年的高考 不然 就算你想再参加高考 也只能等明年了 听到高考这个词 宁望叔嘴角不由抽了下 虽然他并没有飞升到传说中的仙界 而是回到了地球 但是 他是确确实实飞升了的 这突然听到 秦峰叫他去高考 就莫名有点怪怪的感觉 对了 秦老师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多久 宁望叔忽然又问了一句 还有十来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三号 下月七号开始高考 算下来 刚好还剩半个月吧 顿了顿 秦峰看了眼宁望叔 又道 虽然这几个月 你都没有去学校 我也不知道 你还有没有在复习功课 不过 你原先的底子就很扎实 有半个月的时间 突击复习一下 虽然未必还能考上 985名校 但考个一本 什么的想来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甚至 发挥好的话 说不定211也有希望 5月23号 也就是说 现在距离我当初 穿越到苍原界 才过去了三个多月而已 宁望叔心中暗道 这时 他想起什么 赶忙又向秦峰问道 老师 那你知道我妈和我妹妹的情况吗 我刚才回家 发现家里 已经住着其他人了 对方说 我妈两个多月前 已经把房子卖给了他 你知不知道 他们现在住在哪里 这个啊 秦峰摇了摇头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了 我记得高二一般的那个宁若萱 就是你妹妹吧 要不我打个电话 给他们班主任帮你问问 今天是周日 高二不上课 你妹妹应该也不在学校 好 那就麻烦秦老师了 宁望叔赶忙说道 呵呵 不客气 秦峰摆摆手 当即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片刻后 秦峰放下手机 对宁望叔说道 我帮你问过了 他们班主任 说你妹妹好像就在学校外面 附近租了房子住 具体在哪 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主要是你妹妹没个手机 他们班主任也没他联系方式 不然倒是可以直接打电话 给他问问 好 多谢秦老师 我自己过去找找 实在不行 就明天我再直接去学校找他就行 宁望叔印道 嗯 那先这样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对了 等你处理好家里的时候 记得早点回学校报到 现在距离高考 可就还剩半个月 我倒是跟其他任何老师沟通一下 让他们抓紧给你进行突击复习 别浪费了这次高考的机会 不然 你又得等明年了 说完 秦峰便离开了 第三章 敢威胁我妹妹 找死 目送秦峰离开后 宁望叔当即赶往凌川十三中 这是他和妹妹宁若轩就读的高中 宁望叔看着凌川十三中附近的那些民房 当即走进了其中一条巷子 在那片民房的巷子中 兜兜转转了好一阵 也问了不少人 但宁望叔始终没遇到妹妹 也没能问出个什么来 不过 就在宁望叔准备拐进前面的巷子 在找人问问时 一名约莫十六七岁 面容白皙焦好 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女 手里拎着一个刚打包的盒饭 正好转进这条巷子 看到那名少女 宁望叔先示意证 紧接着 立马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他无比的激动 只觉喉咙尖似有什么东西卡着一样 深吸了口气 这才终于开口叫了一声 若轩 突然听到宁望叔的声音 对面的少女愣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抬头望来 当看到宁望叔后 神情顿时一待 紧接着 啪的一声 他手中拎着的盒饭 竟是直接掉在了地上 他死死地盯着宁望叔 眼眶一瞬间就红了 就在宁望叔以为妹妹会激动地扑上来时 宁若轩却做出了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举动 只见他深吸了口气 又狠狠地瞪了宁望叔一眼 接着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盒饭 转身就跑 看到这一幕 宁望叔顿时愕然 他有些不知所措 但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追了上去 并叫道 若轩 你跑什么 是我呀 你哥 然而 回应他的 却是宁若轩头也不回 且满腔怨愤的声音 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你走 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早就已经当你死了 听到妹妹这番话 宁望叔愣住 他不明白 为什么妹妹会对他有如此大的怨愤 连他这个哥哥都不认了 按照地球的时间 自己不过是失踪了三个多月而已 但越是如此 他就越要弄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了 就在宁望叔准备加快速度追上去时 突然见刚跑到前方向子拐角的妹妹 似乎有些慌乱的亮枪后退 下一刻 就见两名一脸凶向的男子 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小丫头骗子 你倒是挺能躲的呀 不过 今儿个你 还是让我们哥俩给逮着了 我看你这下还往哪跑 其中一名男子 面色不善地盯着宁若轩 露出一副阴彻的表情 另一名男子也冷笑着附和 没错 小丫头 你最好赶紧把这份谅解书签了 否则 就别怪我们哥俩不懂的怜香惜玉 直接把你抓起来塞进车里 到时候你可就真的是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了 你应该还是个储儿吧 我还没玩过储儿呢 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 别再不是好歹 听到对方的话 宁若轩脸上写满了惊恐和慌乱 颤声叫道 你们想 想干什么 我 我警告你们 你 你们如果敢碰我一下的话 我马上就报警 把你们都抓起来 然而 宁若轩的话 对那两人却毫无威慑可言 甚至 其中一人还笑嘻嘻道 哎呦 报警抓我 我好害怕 吓死我了 哈哈 你怕是不知道 拘留所就跟我家一样吧 你真觉得 我们干这一行的 会怕进去蹲大牢 吃 了不起就是进去蹲个几年 出来后 我们哥俩照样是吃香喝辣的 可是你呢 泽泽 大好的年华 黄花大闺女的青白身子 就被我们两个地痞无赖给夺走了 你说 你下半辈子要怎么过 将来你谈了男朋友 结了婚 你男朋友 不是第一次你要怎么说 要不要告诉他 你的第一次 是被我们两个地痞无赖给破了 哈哈 说话那人得意的宁笑 并朝着宁若萱步步进逼 宁若萱此时以吓得小脸煞白一片 不由自主的连连后退 眼中充满了惊慌与无助 而在宁若萱身后不远处的宁望书 听到那两人的话 可谓是惊怒交加 找死 宁望书暴怒 下一刻 他已瞬间出现在了宁若萱身前 那两名男子只觉眼前一晃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见面前已经多了一个青年 两人顿时愣了一下 旋即皱了下眉 小子 你是谁 不想死的 就赶紧滚一遍去 其中一名男子冷声呵斥 宁望书宁声道 我是送你们上路的阎望爷 说完 他立马又侧头对身后的妹妹说了一句 若萱 闭眼 听到宁望书的话 宁若萱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 宁望书双手一张 那两人根本连反应都来不及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硬生生拽到了宁望书面前 而后 宁望书的手掌 一左一右地 分别抓在了他们头顶上 一股恐怖的力量 瞬间从宁望书的双掌涌出 碰碰 那两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两颗脑袋 就已经如同西瓜一般 直接被宁望书当场捏爆 血雾炸开 不过 在那同时 宁望书的掌心 已各自激发出了一道真火 瞬间将那炸开的血雾 连同那两人的尸体 都一并焚烧殆尽 化作一缕青烟飘散 仿佛那两人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般 哪怕宁望书 如今 只能动用金丹七 巅峰层次的力量 但是 他催动出的真火 便是连真金都能瞬间消融 更黄润区区 两具血肉之躯 整个过程 其实连一秒钟都不到 而宁望书之所以 选择如此残忍的方式 直接捏爆他们的脑袋 而不是直接用真火 烧死了事 纯粹就是想宣泄 内心的怒火 毕竟 他才刚找到妹妹 就看到妹妹 被人如此欺凌 更是用他的清白 进行威胁恫吓 这让宁望书 如何能忍 如果不是担心 场面太残忍血腥 他甚至都不想 就这么轻松 让他们死了 他 他们人呢 你把他们怎么了 这时 宁望书身后 忽然想起妹妹宁若轩的声音 刚才他虽然因为宁望书的话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但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凭什么要听他的 马上就又睁开了眼睛 不过 他虽然只是闭眼睁眼 那么顺息的功夫 但在他睁开眼时 一切其实已经结束 他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听到了两道沉闷 像是什么东西 被捏爆的声响 第四章 我说他三天后死 他就一定会三天后死 听到妹妹的话 宁望书当即回过身来 微笑地看着他 道 不用管他们 他们已经去了 他们该去的地方 顿了一下 宁望书又道 若轩 能跟我说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为什么看到我就跑 还不认我这个哥哥了 还有 那两个人又是什么人 刚才我好像听到他们说 让你签什么谅解说 闻言 宁若轩眼眶瞬间再次红了 情绪也瞬间变得格外的激动 他猛地一把推开宁望书 泪眼婆娑地哭喊道 你算什么哥哥 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哥哥 如果不是你 妈又怎么会出车祸被撞死 你还不如干脆就死在外边算了 还回来做什么 说着 宁若轩悲愤地蹲在地上 眼面痛哭起来 神 什么 妈 妈出车祸死 死了 宁望书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宛如晴天霹雳 面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身体亮腔地后退了几步 完全无法接受妹妹所说的事实 过了好一会儿 宁望书依旧不敢相信 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他尖色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低头看着蹲在面前痛哭的妹妹 深吸了口气 也蹲在了妹妹面前 喉咙间一阵滚动 声音嘶哑地问道 若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才只过了三个多月而已吗 为什么 为什么才短短三个多月 更像是对命运不公的宣泄和质问 听到宁望书的话 宁若轩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猛地抬起头来 眼眶通红 满是泪水地狠狠瞪着他 咬牙切齿道 你还有脸问着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你不是想知道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要不是你无辜失踪 一直都杳无音信 妈怎么会为了去找你 不是被人罪嫁撞到 是你 是你害死了妈 如果不是你 妈根本就不会死 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你满意了吗 宁若轩瞪着眼睛 宁望书如遭雷劈 他怎么也想不到 母亲的去世 竟然是因为自己 母亲竟然是为了去找自己 才出的车祸 这一刻 宁望书充满了自责和懊悔 是我害死了妈 竟然是我害死了妈 宁望书失神地低难着 一脸失魂落魄 看着他的样子 宁若轩似乎有些解恨 冷笑道 现在你觉得你还配当我哥哥吗 妈在临走之前 都还心心念念着你 可你呢 不仅害死了妈 连她最后一面 你也没回来见她 更没有给她送终 说着 宁若轩的眼泪 再次无声地滑落了下来 不过 他却坚强地抬手一抹 擦掉眼泪 深吸着气 道 所以 现在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哥哥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爱去哪去啊 你想继续玩失踪更没问题 反正也不会再有人 在意你的死活 听着妹妹的指责 宁望书无言以对 最终 他只能尖色地开口 是啊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子 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呼 说到这 宁望书长呼了口气 努力地平复着内心激荡的情绪 接着又缓缓道 不过 我终究还是你哥哥 这是咱们血脉相连 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我也不奢望 你现在 就能够原谅我 但是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允许 再有任何人能够欺负你 无论是谁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如果他胆敢欺负你的话 我都会让他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我也会尽自己一切的努力 当好一个哥哥 我保证 宁望书的语气 无比的坚定而决然 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改变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弥补 弥补对妹妹的亏欠 竭尽所能 照顾好妹妹 让母亲的在天之灵 能够安心 然而 他的这番话 宁若萱却并不买账 只见他冷笑道 好啊 既然你这么能 连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 那么 罪嫁撞死 妈的那个柜子手 你敢不敢去让他以命抵命 说着宁若萱又深吸了口气 你之前不是问我 刚才那两个人 让我签什么谅解书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他们想让我签的 就是谅解那个柜子手的协议 那两个人 就是对方找来逼迫我签谅解书 好让他可以免于刑事责任 这段时间 他们用尽了各种威逼 利诱的手段 想让我屈服 不得已 我还从其他地方 搬到了这边来住 就是为了躲过他们 让那个该死的柜子手被判刑 受到惩罚 说到这 宁若萱又恨恨地道 不过 只是判刑 还是太便宜他了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悔过之心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表现过 哪怕一丁点的歉意 一开始就让手下提着钱来找我 让我签量解书 哼 他以为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 就能买下别人的命 就能逍遥法外 我偏迫 就是死 我也不会签量解书给他 所以 宁若萱再次看向了宁旺叔 如果你真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哥哥 那么你就让那个凶手给妈偿命 否则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会再认你 听了妹妹说完事情的前因后果 宁旺叔没有丝毫迟疑的说道 好 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 还有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或者有没有他的照片 见宁旺叔回得如此干脆 宁若萱反倒震了一下 有些迟疑 但还是开口说道 那个人叫徐一鸣 照片我没有 不过 我知道他是鼎盛集团的副总经理 也是鼎盛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网上就能查到他的一些相关资料 至于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清楚 只知道 他之前已经办了取保候审 文言 宁旺叔点点头 这么说来 要找到他应该不难 说完 宁旺叔看向宁若萱 若萱 那我先走了 等我办完了事 再回来找你 看到宁旺叔起身就走 宁若萱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 你干嘛去 宁旺叔回头一笑 当然是去让那个罪嫁撞死妈的凶手偿命了 你疯了 我只不过是说说气话而已 难不成你还真要去杀人 现在是法治社会 杀了人也要被判刑的 宁若萱急声叫道 虽然他嘴上说着 不认宁旺叔这个哥哥 但是宁旺叔毕竟是他哥哥 正如宁旺叔所说 他们血脉相连 怎么可能真的让宁旺叔去杀人给母亲偿命 不想宁旺叔听到他的话后 却只是再次笑了笑 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 所以我不会直接杀人 至少不会让别人知道 或者是有任何证据证明 我杀了人 不过 那个人一定会死 三天 三天后 你就会听到他的死讯 说完宁旺叔转头就走 宁若萱急的跺脚 气愤地叫道 宁旺叔 你给我站住 别给我干傻事 然而 宁旺叔却并没有回头 只是被对着他挥了挥手 道 放心吧 你给我失踪的这几个月 可不是什么收获都没有 我说他三天后死 他就必须会在三天后死 而且 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他的死跟我有关 看着宁旺叔离去的背影 宁若萱一阵气恼 他虽然想狠下心 不去管宁旺叔 可犹豫了一下 还是狠不下那个心 只能狠狠地跺了跺脚 急忙追了上去 宁旺叔 宁旺叔 你听到了没有 哪里还有宁旺叔的身影 第五章 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鼎盛大厦 作为鼎盛集团的总部 平日里在这里上班的白领族 不下数千人 不过 因为今天是周日 事宁人并不多 只有少数社畜在加班 宁旺叔在身上加持了一道隐匿法诀 而后便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鼎盛大厦 不过 来到挂着副总经理牌子的办公室外 他仔细感知了一下 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虽然宁旺叔如今无法外放神识 但对周围的感知能力还是在的 里面有人没人 感知一下便一清二楚 今天是周日 看来那家伙应该没有来公司 不过也无妨 我找个机会 看看这公司里的这些人 有谁落单了 对他用搜魂数就能知道 那个徐一鸣到底长什么样 宁旺叔心中暗道 随即 他在一旁耐心地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 当看到有一名体型虚胖的秃头男子 从一间办公室里走出 似乎是去上厕所时 宁旺叔赶忙跟了上去 片刻后 看到那名男子果然走进了厕所 里面也并没有其他人在 于是宁旺叔当急捏了一道法绝 然后伸手放在了气头顶 一抹深邃的幽光 在宁旺叔的手掌中闪过 那名男子脸上的表情 顿时变得呆滞 无神 不多时 宁旺叔收回了手掌 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没想到这家伙 还是鼎盛集团的高管 而且 他还经常跟那姓徐的 一起出入一家会所 待会儿 倒是可以去那家会所 碰碰运气 看看那姓徐的 在不在那边 如果他不在的话 就只能明天再过来看看他 有没有来公司了 想到这 宁旺叔当即又悄然的 离开了鼎盛大厦 十几分钟后 宁旺叔来到了徐一鸣 经常出入的那家 名为云店的会所门口 身上加持着隐匿法觉 宁旺叔在其他人 毫无所觉的情况下 轻松的就进入了会所 因为不确定 徐一鸣到底在不在这里 他只能四处查探 并四级尾随服务员 一间间的进入包厢 不过 族族在云店会所待了 两个多小时 宁旺叔几乎把所有包厢 都查探了个遍 却都没有发现 那个徐一鸣的踪影 就在他准备放弃 打算先离开 等明天再去鼎盛大厦看看 能不能遇到那个徐一鸣时 突然瞥见前面的走廊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 那人分明与他从鼎盛集团 那名高管记忆中 搜魂看到的徐一鸣 一模一样 不过 为了确保没有弄错人 宁旺叔并没有急着下手 而且 在宁旺叔看来 如果这人的确就是徐一鸣 那么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弄死他 有些太便宜他了 于是 宁旺叔直接跟在对方身后 一同走进了一间包厢 徐少 您看 需要先给您上点什么吗 旁边的一名服务员 恭敬的问道 徐一鸣摆摆手 道 不急 等我约的朋友 到了再点 好好 那 徐少 您先在这稍坐 我先去给您上壶茶过来 您有什么吩咐 再随时叫我 服务员道 嗯 徐一鸣淡淡的点了点头 但大名服务员离开后 宁旺叔突然撤去了身上的隐匿法掘 显出了身形 并开口道 徐一鸣 突然听到身边传来叫自己的声音 徐一鸣愣了一下 下意识的扭头望去 当他看到旁边竟然坐着一个人时 顿时吓了一跳 你 你是什么人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刚才怎么没看到你 徐一鸣一脸惊疑不定的看着宁旺叔 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见鬼了 刚才他进来的时候 明明没有看到有人在里面 而且 如果里面真有人的话 云店会所的服务员 也不会把他带到这个包厢 而刚才他进来后 直到服务员出去 他也都没有看到 有任何其他人进来 甚至 除了他进来和服务员出去的时候 包厢的门都没有再开过 但眼前这个人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越想 徐一鸣心中越是惶恐 自己别不是真见了鬼了吧 看着徐一鸣那一副惊异不定 还有几分慌乱的表情 宁旺叔不由淡淡一笑 看来我并没有认错人 你确实就是徐一鸣了 闻言 徐一鸣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盯着宁旺叔 道 究竟是人是鬼 宁旺叔嫌腻了他一眼 淡淡道 怎么 你很害怕鬼 是不是自己坏事做多了 所以害怕被鬼找上门 听出宁旺叔的语气 似乎他并不是什么鬼 徐一鸣稍稍镇定了几分 但随后 他又皱了下眉 沉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似乎并不认识你吧 哼 你是不认识我 但我想 张兰芳和宁若萱这两个名字 你应该不会太陌生吧 宁旺叔不疾不徐道 徐一鸣一正 有些狐疑 似乎并不知道 宁旺叔所提的这两个名字 不过很快 他猛然想起了什么事的 突然惊叫了一声 你是说 那天被我撞死的那个女人 和他女儿 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宁旺叔悠悠道 被你撞死的张兰芳 是我妈 宁若萱则是我妹妹 现在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吗 原来你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你今天来找我想怎么样 我奉劝你一句 你跟你妹妹 最好乖乖的 给我把谅姐书签了 否则 哼哼 你 还有你妹妹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 知道宁旺叔的身份后 徐一鸣反而一点都不怕了 甚至态度相当的嚣张 这里是云店会所 也是整个林川市首区一指的高端会所 外面有无数的安保人员 只要他叫一声 立马就会有保安冲进来 是已 他并不担心 宁旺叔一个人能把他怎么样 只可惜 他并不知道 自己此刻所面对的 究竟是什么人 而他这嚣张的态度 尤其是言语中的威吓 却是激怒了宁旺叔 只见宁旺叔的眼神 顿时冷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股彻骨的寒意 几乎瞬间 充斥了整个包厢 使得整个包厢 仿佛化作了寒冬腊月 刺骨的寒意 让徐一鸣浑身一僵 整个身躯 根本无法再动弹一下 到现在了 你还敢威胁我 你还真是死到临头 而不自知啊 宁旺叔语气冰冷的开口 本来如果只是一场 普通的意外车祸 你态度诚恳一些 该道歉道歉 该认错认错 然后老老实实的服刑 那么 哪怕我心中有所愤恨 但也还不至于将你如何 可惜啊 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该毫无悔过之心 更是威吓我妹妹 抢逼他给你千辆解书 甚至叫了两个地痞无赖去 想要对他施暴 说着 宁旺叔轻忽了口气 又继续悠悠地说道 本来我可以 让你死得无声无息 无知无觉 但是 我觉得 那实在是太便宜你了 都没有 让你切身地体会到 死亡降临的恐惧 所以 我才会现出声来 让你看到我 跟你说这么多 就是要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是为什么死的 又是什么时候 会死 听到宁旺叔的这番话 徐一鸣顿时情绪激动起来 他似乎奋力地 想要张嘴说什么 但却发现自己 无论如何 也动不了一分一毫 同样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这让他无比的惊恐和慌乱 而宁旺叔看着他的反应 却是淡淡一笑 缓缓道 不要妄想着 能够动一下 或者是发出任何的声音 哪怕我没有激发威压针对你 但仅凭一缕气息 就足以彻底将你禁锢 让你动弹不得 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说完 宁旺叔忽然起身 慢慢走到了徐一鸣面前 而后突然张开了一只手掌 下一刻 就见一柄流光四翼 大概巴掌大的一把剑 出现在他的掌心 并滴溜溜地飞旋着 赫然正是他的本命法器 望书剑 看到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 徐一鸣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宁旺叔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笑道 看到了吗 这叫飞剑 看到这 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什么普通人 因此 我的话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之所以 让你看这些 是因为我想告诉你 三天之后 你就会死 而且 我还会封印你 刚才的这一段记忆 在我走后 你不会再记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 直到 我打入你体内的咒印 到时间被激发 你临死前的那一刻 你被我封印的这段记忆 才会恢复 届时 你会回想起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然后在悔恨与痛苦中死去 宁旺叔的话 让徐一鸣彻底的恐惧了 如果是平常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宁旺叔的这番话 只会把他当成一个神经病 但是 亲眼目睹了宁旺叔掌心出现的飞剑 加上此刻 他诡异的无法动弹分毫 连想要发出一点声音 都做不到 这让他根本无法怀疑宁旺叔的话 而看着徐一鸣 那满是恐惧 以及求饶的眼神 宁旺叔笑了起来 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下一刻 宁旺叔收回了掌心的飞剑 并当着徐一鸣的面 捏了一道法绝 煞时 一枚散发着深邃幽光的 诡异骤瓶空服 现在宁旺叔掌心 看好了 三天后 杀死你的 就是这一道咒意 在他被触发之后 你会承受 如同万以示心般的痛苦 直至承受不住 彻底死去 并且 你无论再如何挣扎 也会像现在一样 无法动弹一分一毫 同样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说话间 宁旺叔缓缓地 将掌心的那枚咒印 打入了徐一鸣体内 看着那枚咒印逼近自己 而后悄无声息地 没入他的身体 徐一鸣脸上 充满了哀求与恐惧 他近乎拼了命地 想要挣扎 但一切 却都只是徒劳 而宁旺叔 则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的笑容 落在徐一鸣眼中 简直如同魔鬼的微笑 现在 我将会封印你 刚才这一段记忆 接下来 好好地 享受你最后 三天无知的人生吧 三天之后 你会回想起这一切 同时也将迎安你 痛苦的死亡降临 花音落下 宁旺叔再次打出一道法诀 落入了徐一鸣的眉心 下一刻 就见徐一鸣身躯一震 眼中末地浮现出 一抹恍惚之色 至于宁旺叔 则已重新隐匿身形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包厢 第六章 新雪 我真是神仙啊 当宁旺叔离开后不久 徐一鸣突然一个机灵 莫得回过了神来 他看了看左右 不禁皱了下眉 嗯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有点怪怪的 刚才是晃神了吗 徐一鸣有些狐疑 但他却根本想不起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能摇摇头 不再多想 另一边 宁旺叔走出云店会所 外面已是滑灯初上 还是先回去找洛轩吧 轻忽了口气 宁旺叔当即腾空 化作一道流光 之前在跟妹妹分别时 他并没有直接走 而是隐秘了身形 一路跟着妹妹到了他的住所 这才离开去了顶盛大厦 片刻后 宁旺叔便回到了妹妹住所附近的那片民房 找了一处隐蔽的角落 撤去身上的隐秘法觉后 宁旺叔这才走向妹妹的住所 独独 来到妹妹租的房子门口 宁旺叔敲了敲门 是谁 很快 里面就传来宁若萱的声音 但他却并没有开口 似乎十分警惕 宁旺叔稍一想 就明白过来 妹妹大概是担心 又是那些人来找他 所以 在不确定外面是谁的情况下 根本不敢直接开门 于是 宁旺叔开口道 若萱 是我 听到是宁旺叔的声音 房门后的宁若萱一震 似乎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打开了房门 只不过 他却是冷着一张脸 看着宁旺叔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之前你不是走得很潇洒吗 知道妹妹心中有怨气 宁旺叔对她的话也不在意 只是微笑道 你是我妹妹 我当然要过来找你了 不管你现在认不认我这个哥哥都没关系 但既然我回来了 妈又不在了 我就必须得肩负起照顾你的责任 哼 说的倒是好听 照顾我 我不需要你照顾 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 宁若萱冷声道 顿了一下 他还是没忍住 又说道 你之前去哪了 不会真的去找那个徐一鸣了吧 宁旺叔 看在爸妈的份上 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 如果你不想下半辈子都在大牢里蹲着 就不要再发疯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还真想像古代那样 血清复仇不成 听到妹妹的话 宁旺叔却是笑了起来 若萱 你还是很关心 很在意我的对不对 哼 你少自作多情了 我才不会关心在意你呢 你谁啊 我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我不过就是看在爸妈的份上 不想让他们看到你发疯 让他们在天之灵都不能安心而已 宁若萱轻吃到 但宁旺叔却再次笑了 他自然看得出 妹妹其实还是在意他的 只不过他心里 对自己还有许多的怨恨 所以嘴上这么说而已 于是 宁旺叔顺着他的话 道 嗯嗯 我知道 那个 若萱能让我进去坐坐吗 我这刚回来 家也没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没地方去 宁旺叔打起了可怜牌 宁若萱听了这话 有些气恼 但看着宁旺叔那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还是很不下心 只能恨恨地跺了跺脚 气呼呼道 进来吧 不过 我告诉你 这只是一个单间 没有你睡觉的地方 你要么自己打地铺 要么就坐一夜 反正我不会管你的 说着 宁若萱终于让开了门 让宁旺叔进屋 宁旺叔黑黑笑了一下 麻利地走了进去 病道 没事 我只需要有个地方可以待着就行 我就在这坐一夜就好 哼 宁若萱板着脸轻横了声 随即把门关上 然后自顾自地走回一旁的小桌子那 继续吃饭 而此时 宁旺叔也看到了 那小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盒饭 看到盒饭里 只有一点青菜和土豆丝 宁旺叔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更多的 却是自责 若萱 你每天就吃这些 宁若萱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怎么 不行吗 呼 宁旺叔长呼了口气 想上前去又怕惹的妹妹不快 只能心疼得到 你放心 既然我回来了 以后肯定不会再让你受苦 哼 不让我受苦 你有钱吗 宁若萱讽刺道 没钱 但我可以去赚 宁旺叔斩钉截铁道 你去赚 你以为赚钱很容易 还有 你不打算再读书了 爸妈在的时候 最大的心愿 可就是希望你能考入一所好的大学 将来能有个好的生活 不用再像他们那样辛苦劳累 你不继续读书 你对得起爸妈吗 宁若萱冷冷地道 宁旺叔一正 之前秦峰虽然也提过 让他尽快回学校报到 趁着距离高考还有半个月 让其他老师帮他突击复习 备站高考 但他当时显然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他可是已经飞升的先到大楼 哪怕如今修为被压制 可好歹还能动用 金丹气巅峰层次的力量 高考对他有什么意义 然而 此刻听到妹妹的这番话 却让他犹豫了 是啊 爸妈生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自己和妹妹 能考入一所好的大学 将来能找一份好的工作 父亲几年前就已经出了意外去世 如今母亲也不幸离开 似乎完成他们的心愿 考进一所好的大学 已经是他如今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哪怕这对他自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即便只是为了让在天之灵的父母能够欣慰 这个大学也得要去读 想到这 宁望书深吸了口气 道 放心吧 书我会继续读的 但钱也要赚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然有自己的办法能赚到钱 你自己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要继续读书的话 你还有时间去打工吗 宁若轩冷声道 宁望书笑笑 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失踪的这几个月 可不是什么收获都没有 总之 只要我想赚钱 方法多的是 宁望书才几个月不见 我怎么发现 你这个人变得这么自大了呢 之前中午的时候也是这样 还信誓旦旦的说什么 你说了那个姓徐的三天后死 他就必须会在三天后死 你咋就这么能呢 你当你是神仙 能一口断人生死 宁若轩嘲讽道 宁望书笑了笑 说道 兴许 我真是神仙呢 至于那个姓徐的 三天后 他必死无疑 你是神仙 吃 那我还是王母娘娘 九天玄女呢 你能不能不要说 这种不着边际的瞎话 宁若轩有些被弃笑 看着妹妹的反应 宁望书一阵哑然 他犹豫着 要不要直接跟妹妹摊牌 可想到自己今天才刚回来 妹妹本来就还没完全消化情绪 这要再告诉他 自己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半个神仙 怕是他一下子冲击太大 于是 宁望书想了想后 还是决定等再过些天 妹妹完全缓过来后 再跟他说 届时 自己也可以顺势教他休闲 虽说地球上的灵气十分微薄 但宁望书的储物戒指里 可是有巨量的灵石 以及各种灵药灵丹等等 要支撑妹妹修炼 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于是 宁望书也不与妹妹争执 只是笑着说道 行 行 我不说这些了 反正你三天后就知道了 宁若轩撇了撇嘴 也懒得再多说什么 自顾继续吃饭 第七章 令公子是不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云殿会所 徐少 您慢走哈 欢迎您下次再来 会所经理亲自将徐一鸣送到门口 目送他上车后 这才转身走回会所 而此时 喝得有些醉醺醺的徐一鸣当即对司机道 老刘 送我回家吧 好的 少爷 徐一鸣的司机应了声 当即启动了车子 不多时 车子驶入了一座高档别墅区 很快在一座独栋别墅前停下 司机下车后 赶忙帮徐一鸣打开车门 要扶着他进屋 却被徐一鸣挥挥手 道 好了 老刘 你先走吧 我自己进去就行 哎 行 那 少爷 您慢点 司机应道 不过还是目送着徐一鸣走进别墅 这才离去 当徐一鸣走进别墅后 就见自己父亲徐胜川 正在客厅 与一鸣身着白色布衫的老者在谈笑 他顿时一个机灵 酒力麻醒了大半 赶忙恭恭敬敬地走了过去 道 爸 我回来了 徐胜川文言 瞥了眼徐一鸣 见他一脸醉醺醺的样子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酒气 顿时皱了下眉 冷声赤道 天天就知道 出去花天酒地的鬼混 上一次 你醉嫁撞死了人 还不过给你教训吗 被父亲一通训斥 徐一鸣忍不住嘀咕道 您不是把老刘派给我了吗 我又没有在自己开车 再说了 不就撞死了个人吗 花点钱摆平就好了 听到他的话 徐胜川顿时眼睛一瞪 气得不清 你还有脸说 成天就知道 给我惹事 你上次撞死人的事 要是摆不平 拿不到人家的谅解书 你可是真的会进去坐牢的 徐胜川长吸了口气 压着心里的火气 又冷冷地问道 还有 你之前说 已经找人去摆平这件事 现在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拿到对方的谅解书了没有 徐一鸣小声道 爸 这个谅解书暂时还没拿到 不过 我相信应该很快了 我让蒋龙帮我去处理了 以蒋龙的手段 对方一个小姑娘 肯定扛不住多久的 蒋龙 徐胜川眉头再次一皱 撇了徐一鸣一眼 道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少跟蒋龙那帮人打交道吗 你怎么还让他去处理这件事 徐一鸣善善道 这不是那个小丫头骗子 不识好歹吗 我让人直接带着钱过去找他 可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死不肯千量解书 所以 我就只好让蒋龙去了 顿了一下 徐一鸣又道 爸 我找蒋龙也没什么吧 他本来就是您扶持起来的手下 虽说现在 您这边跟他进行了切割 他已经独立出去了 但说到底 他也还是咱们自己的人啊 碰 混账东西 徐胜川猛的一拍桌子 瞪着徐一鸣 怒冲冲道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蒋龙是我扶持起来的没错 但我之前 为什么要跟他做切割 时代不同了 既然我们已经洗白 现在的身份是民营企业家 那些是和那些人 能不沾就不要再去沾 这些干脏活的 该切割就得切割 你以为 现在还是二三十年前呢 见徐胜川如此盛怒 徐一鸣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是他心里显然并不在意 徐胜川看他那副模样 就知道 他压根就没把自己的话听进去 顿时有些气不打一出来 恨不得直接抽一根棍子出来 狠狠地暴打他一顿 只是想到还有客人在 他才强压住了内心的怒火 狠狠地瞪了徐一鸣一眼 道 你给我等着 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 说完 徐胜川看向坐在对面的老者 满是歉意地说道 林老 实在抱歉 我这不成器的逆子 让您看笑话了 不过 那老者却并未回应徐胜川的话 而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 盯着徐一鸣 徐胜川也很快察觉了 对方神色有异 下意识顺着他的目光 狐一地看了眼自己儿子 再次开口叫道 林老 林老 啊 那老者终于回过神来 将目光从徐一鸣身上收回 而徐胜川则忍不住问道 林老 您刚才 怎么了 为何一直盯着犬子在看 老者看了徐胜川一眼 略作迟疑后 还是开口说道 徐老板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徐胜川见老者神情郑重 不经一正 旋即赶忙道 林老 你有什么话 但讲无妨 老者微微点了下头 目光再次瞥了眼一旁的徐一鸣 徐老板 令公子 最近是不是得罪了 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嗯 林老 您这是什么意思 犬子怎么了 徐胜川再次震了一下 不解地看着对方 徐一鸣也满心狐疑地看向老者 老者轻忽了口气 看着他们父子 缓缓道 徐老板 我若是没看错的话 令公子体内 似乎是被什么人 打入了一道皱印 具体是什么皱印 属我眼中 看不太出来 但可以感觉到 这道皱印孔会对令公子 造成性命之忧 深 什么 文言 徐胜川大吃一惊 反倒是徐一鸣 似乎并不太信那老者的话 撇了下嘴 心里暗道 爸又从哪里认识了这么个老头 估计又是什么江湖骗子 还皱印呢 唬谁啊 真当我是傻子 会信你个糟老头子的鬼话 七 徐一鸣嗤之以鼻 压根就不信 这世上有这种超自然的存在 在他看来 纯属就是江湖骗子的把戏 但他父亲徐胜川 却是急得赶忙问道 林老 那小儿体内的那皱印 可有破解之法 顿了下 他又急忙道 林老 只要您能为小儿 破解他体内的皱印 救下他性命 我愿奉上千万筹谢 听到这 徐一鸣顿时忍不住 开口叫道 爸 然而 他话才刚出口 就遭到徐胜川的怒斥 闭嘴 我早就提醒过你 在外面低调一点 不要整天惹是生非 现在好了吧 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了 要不是今天林老刚好在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看着父亲怒冲冲的样子 徐一鸣没敢再多嘴 但他心里却很不以为然 爸真是老糊涂了 居然去信这么个糟老头子的话 还要给他一千万 这钱都给我买辆顶级跑车了 徐一鸣嘀咕着 那老者听到徐胜川的话后 却是犹豫了一下 接着说道 罢了 看在徐老板你我交情的份上 我便姑且一事吧 好好 那就有老林老了 不管最终成与不成 一千万筹金 在下都会双手奉上 徐胜川赶忙硬道 老者微微点头 随即看向徐一鸣 道 你且站着别动 其他的交给我就行 徐一鸣虽然不以为然 但迫于父亲的压力 还是老老实实的站在那 没敢造次 只是撇了下嘴 心里暗道 我倒要看看 你这糟老头 能弄出些什么玄虚来 第八章 敢动我的咒音 找死 就在徐一鸣带着几分细血的 看着那老者之际 却见那老者忽然双手结印 下一刻 一道法印渐渐显现出来 只见那道法印 散发着淡淡的灵光 似有莫大的威能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直接让徐胜川和徐一鸣 都感觉呼吸一致 仿佛有一股沉重的力量 猛然压在他们身上一般 让他们都有些喘不过气 这一幕 当时让原本完全不信的徐一鸣 默然睁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那老者 以及他面前的那道法印 这 这 他张了张嘴 瞠目结舌 原以为这老者就是个江湖骗子 自己父亲是老糊涂了 才会听信他的忽悠 可是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 眼前的这一幕 让徐一鸣 隐隐有几分莫名的熟悉感 似曾相识 但却又想不起来 究竟什么时候 见到过类似的情形 爸 这 徐一鸣忍不住扭头 看向了一侧的徐胜川 徐胜川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林老可是真正的有道之士 别说是林川 就是放眼整个江南省 林老也是首屈一指的高人 林老亲自出手 肯定能帮你破除 被人打入体内的咒印 看得出来 徐胜川对那老者充满信心 似乎也并非是第一次见着老者 施展出这等手段 他的脸上并无什么 太过于惊异之色 而徐一鸣 此刻也忍不住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被什么人 给下了什么咒印 就在这时 那老者突然低贺一声 紧接着 他身前的那道法印 舒然微光一闪 出现在了徐一鸣的头顶 道道灵光 从那法印之中落下 然而 还会等那些灵光 落在徐一鸣身上 他的额头没心处 忽然浮现出一道幽深的印记 那道印记 激荡出一抹深邃的幽光 将那些灵光 悉数挡住 看到这一幕 那老者顿时面色微变 旋即 他咬了咬牙 突然咬破指尖 逼出一滴精血 而后屈指弹落在那道法印上 煞食 那道法印光芒大胜 道道灵光 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强行将阻挡的那抹幽光压制下去 便是连徐一鸣没心处的那道印记 都不由自主地微颤了起来 见状 老者顿时微微松了口气 暗道 好险 没想到 这道咒印的力量竟如此强横 若非我以精血催动法印 还压制不住这道咒印 这一千万 可着实不好赚拿 老者感慨着 出租屋内 宁若轩正坐在一张老旧的书桌前 复习着功课 宁旺书则坐在一旁闭目养神 这时 宁若轩拿起一旁的电子表 看了下时间 见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 于是便起身准备去洗漱 不过 他瞥了眼边上的宁旺书 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我要睡觉了 你 你是打地铺 还是就这么坐一夜 听到妹妹的话 宁旺书顿时精神一震 赶忙睁开眼睛 道 我就这么坐着就行 若轩 那你赶紧休息吧 见宁旺书这么说 宁若轩撇了下嘴 轻横道 他便拿着换洗的衣物 走进了卫生间 宁旺书却是笑了笑 他自然看得出 妹妹这是嘴硬心软 否则也不会特意问他 要不要打地铺了 不过 他可不会戳破这一点 不然妹妹指定的脑了 见妹妹走进卫生间 宁旺书又继续闭目养神 不多时 宁若轩喜树好从卫生间走出来 他瞥了眼靠坐在墙边的宁旺书 犹豫了一下 暗自叹了口气 真是欠了你的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哥哥 他似乎满腹怨气的 在心里发着牢骚 颇有些无奈 但还是走到一旁的衣柜前 从里边拿出了一床垫背 还有一床毯子 然后走到宁旺书面前 直接就扔给他 板着脸 硬邦邦的说道 你自己打个地破 说完 他便转身 走向自己床铺 宁旺书接住妹妹递过来的垫背和毯子 先是一愣 接着脸上再次露出了一谋笑容 虽然有没有地方睡觉 睡不睡觉 对他都无所谓 他根本就不需要依靠睡眠来恢复精力 睡眠对他来说并无意义 但妹妹的这番举动和他的话 却是让宁旺书心里感觉暖暖的 哪怕妹妹的语气有些冷硬 但这也说明妹妹还是在意他的 于是宁旺书立马硬道 哎 好 那我就在旁边打个地破 说着宁旺书便准备铺上垫背 不过这时 他突然一震 抬头望了眼窗外 眉头微皱 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目露寒芒 好大的胆子 敢动我的咒印 找死 宁旺书冷哼了一声 当即手捏了一道法诀 煞时 一道法印瞬间成形 微光一闪 而后又迅速的隐士 哪怕宁旺书 如今只能动用金丹七巅峰层次的力量 但有着原先打入徐一鸣体内的那道咒印 作为媒介 隔空施法对他来说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一旁的宁若轩 突然听到宁旺书的话 不经一正 正满是狐疑的要开口询问 却忽然瞥见了宁旺书施展法诀的动作 并看到了那凭空出现 又迅速消失的法印 他顿时一呆 瞳孔都不由自主地 疏然争大 宁 宁旺书 刚 刚才的 那是什么 宁若轩猛地抬头看向宁旺书 一脸惊疑不定的表情 接着 他又猛然想起了什么 马上又道 还有 你刚才说 什么咒印 这到底怎么回事 闻言 宁旺书回过神来 见妹妹直勾勾地盯着他 不由善善一笑 倾咳了声 道 嗨嗨 那个 若轩 这个事情吧 说来有些话长 本来我是打算过些天再跟你说的 那你就慢慢说 我有时间 也不接 宁若轩深吸了口气 斩钉截铁道 行吧 宁旺书笑了笑 接着又看了妹妹一眼 不急不许道 其实 我之前并没有骗你 某种程度上 我现在应该 确实算得上是神仙了 宁若轩一正 皱了下眉 但他并没有打断宁旺书的话 也没有像之前那样 嘲讽他说的话不着边际 毕竟 他刚才亲眼看到 宁旺书手上 只是做了一个怪异的动作 然后就突然出现了一道很奇怪的印记 这确实让他联想到了那些仙侠剧里的法术之类的 见妹妹没有开口 于是宁旺书继续说道 你之前不是有问过 失踪的这几个月 去哪里了吗 我现在告诉你 对于你来说 我只是失踪了几个月而已 但是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地球 整整九千多年 说到这 宁旺书脸上不禁浮现出了几分苦涩 而宁若轩却是直接愣住 愕然的睁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九 九千多年 还离开地球 这 这怎么可能 第九章 哥 你真的是神仙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吧 但事实上 这是真的 宁旺书苦笑着 随即 他又深吸了口气 缓缓道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三个多月前 哦 这是指地球上的时间 我莫名其妙的 就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那些网络小说里写的那样 那是一个修仙世界 到处的是 强大的修仙者 和各种妖魔鬼怪 凡人在那个世界 说是人命见如狗都抬举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 一不留神的 就可能会被修仙者 或者妖魔鬼怪之间的战斗余波殃及 根本连反应过来的时间都没有 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说着 冥王书笑了一下 稍缓了口气 我运气比较好 因为修仙资质不错 被一名修仙者看重 将我收为弟子 那时候我满心想着的 就是要回地球 觉得 或许等我有了强大的修为 就能找到回来的办法 只可惜 我在那个世界 足足待了九千多年 却一直都没能如愿 后来我也放弃了 一心就只求得到成仙 后来我也成功地度过了天节 成功地打开了仙门 飞升了 只是 我飞升后 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到什么仙界 而是回到了地球上 你知道我当时心情有多复杂吗 但很快 我又发现地球上的时间 似乎并没有过去多久 一想到你和妈肯定还在人世 我瞬间就无比的激动 满心欢喜地回家去找你们 期待着跟你们团聚 只是 当我回家后 却发现 家里已经住着其他人 被对方告知 那套房子已经在两个多月前 卖给了他 恰好我又遇到了我们班的班主任 从他口中才得知 你在这附近租了房子住 于是就急忙找了过来 后面的事情 你也基本知道了 我下午的时候 就去找到了那个徐一鸣 在他体内打入了一道皱印 那道皱印 会在三天后激发 届时 他必死无疑 只不过 我倒是没想到 他身边似乎有修行之人 刚才我感应到了 自己打入他体内的那道皱印 遭受到了外部力量的侵袭 所以我才会隔空施法 给那个胆敢擅自动 我皱印的修行者 一点教训 说完 宁望书再次看向妹妹 而此时 宁若轩听着他讲述的这些事 已是目瞪口呆 张着嘴巴 只觉口中一阵艰涩 一时间 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这对于他而言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 太过于离奇 完全超出他的常理认知 可是 刚才宁望书施法的那一幕 却又由不得他不幸 宁若轩深吸着气 努力地平复内心激荡的情绪 过了好半场 他才终于用力地吞咽了一下 悠悠地开口 所以 你现在真的是神仙 宁望书苦笑着点点头 又摇摇头 是也不是 准确地说 我现在并没有真正地呈现 我的确是非生了 但因为并没有非生到仙界 身体和元神都没有受到仙气的洗礼 并未蜕变成仙体和仙魂 而且 我的修为虽然还在 处于修仙者最高的一个境界 大成器的巅峰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非生到地球后 体内的元神和灵力 就受到了禁锢和压制 目前只能发挥出极少一部分的力量 所以 我虽然非生了 修为也还在 但目前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仙人 听了宁望书的解释 宁若轩似懂非懂 甚至 他都不知道 宁望书所说的这些 到底是真还是假 总之 他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心里对宁望书依旧有怨气 但一想到 如果宁望书所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还真不能怪他 虽然宁望书没有细说 他穿越到那个修仙世界后的情况 但仅凭他那一句人命剑如狗 都是抬举了 就可见 他一个人孤身在那个世界 恐怕也绝对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生死 可是 就这么原谅他吗 宁若轩想到自己 这几个月来所遭受到的一切 心里的委屈 怨愤 还有母亲的死 他又有些放不下心里的这道看 宁若轩深吸了口气 看着宁望书 神情复杂道 说的都是真的 而不是在编故事骗我 想让我能够就此原谅你 宁望书也知道 妹妹此刻心情一定很复杂 一下子 恐怕也未必能接受他所说的这一切 于是 宁望书无比认真而郑重的道 如果我说的有半句谎言 那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说完 他顿了一下 索性张手一招 下一刻 望书剑立马出现在他面前 自行悬在半空 嗡嗡的轻颤 看到这一幕 宁若轩一正 惊异的睁大了眼睛 宁望书则开口道 若轩 这是我的本命法器 望书剑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 很难接受 而我唯一能证明的 就是施展出一些修仙者的手段 让你知道我并无虚言 宁若轩张了张嘴 其实他已经信了八成 只是还缺少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而已 此刻看到宁望书凭空 照出了一把剑 而且 这把剑还直接悬在半空 加上宁望书的毒势 他内心的那道枷锁 终于砰的一下 轰然崩塌 而随着心结的解开 宁若轩再也抑制不住 望着眼前的宁望书 他喉咙间滚动了几下 终于颤声叫道 哥 我 我信 听到妹妹的话 宁望书猛的抬起头 激动的看着他 声音同样带着几分颤抖 若 若轩 你 你刚刚叫我什么 哥 哥 呜 宁若轩无法再克制自己的情绪 直接扑进了宁望书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他 瞬间泪如泉涌 仿佛要将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受到的所有委屈 心中的所有怨气 愤恨 悲伤 通通都宣泄出来 宁望书此时 同样心绪激荡 深吸着气 眼眶微红地 轻柔拍着妹妹的后背 安慰着他 嘴里低声尼喃道 过去了 若轩 一切都过去了 既然哥哥已经回来 那么从今往后 就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欺负你 哭吧 你心里有多少委屈 都尽情地哭出来 以后 就让哥哥来照顾你 保护你 哥哥也保证 再也不会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无论是谁 如果胆胆欺负你 或者是让你受委屈的话 就算是天王老子 我也一定会让他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在宁望书的安慰声中 宁若轩的哭声并没有停止 反而愈发的大声 他心里确实是有太多太多的委屈 也承受了太多 他这个年纪 本不该承受的 不知过了多久 宁若轩似乎是哭泪了 不知不觉间 竟已然睡了过去 只是他的手 却依旧紧紧地 拽着宁望书的衣服 不肯松开分喉 仿佛生怕他松开了 宁望书旧幼突然消失了一样 见此 宁望书微微一笑 并没有掰开妹妹抓着他衣服的手 而是继续抱着他 将他放在了床上 让他躺着靠在自己胸前 直到他渐渐睡沉 抓着衣服的手自己松开 宁望书这才将身体抽离出来 而后就在一旁席地而坐 自顾地打坐 闭目养神 第十章 这样的人物 我惹不起 时间回到半小时前 徐家别墅中 那名老者 此时还在继续催动着自己的法印 不断地压制徐一鸣眉心处 那道印记的力量 看着那道印记 颤动得愈发剧烈 其散发出的幽光 已经只剩微豪 老者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差不多了 只要再加把劲 我这道法印 就能侵入那道骤印之中 将其破除了 老者心中自语道 旋即 他继续激发体内的灵力 加大力量 然而 就在这时 徐一鸣眉心处 那道原本几乎 已经被完全压制的骤印 却突然爆发出一道强烈的幽光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力量 瞬间席卷而出 不好 察觉到那股突然爆发的恐怖力量 老者墨地瞪大了眼睛 心下骇然 他近乎本能地 想要撤去自己那道法印 但却还是晚了一步 哄 伴随着一道轰鸣乍响 老者的那道法印 在这股恐怖力量的冲击下 简直催枯拉朽般 瞬间崩溃瓦解 更可怕的是 那股力量 已顺着他的那道法印 直接反噬在他身上 老者顿时身躯一震 胸口如遭重锤轰击 当场便倒飞而出 仰面扑的一声 喷出了一大口粘稠的鲜血 而后 砰的一下 重重地撞在后方的一个摆剑上 哗啦 放着摆剑的石木椅 瞬间四分五裂 那件瓷器摆剑 也碎了一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顿时让一旁的徐胜川 和徐一鸣 两人大吃一惊 一脸不知所措 林老 林老 徐胜川惊呼一声 赶忙冲上前 将老者扶起 此时 那老者神情维靡 面容苍白 甚至显得有些枯狗 胸口的衣精 更是被鲜血染红 看上去好不凄惨 林老 您没事吧 徐胜川急声问道 咳 嗨嗨 老者十分费劲地 用力咳了几声 又是两口鲜血 从他嘴里咳出 随后 他一手捂着胸口 连连深吸着气 继而又用力地吞咽了几下 这才抬起另一只手摆了摆 长呼了口气 道 还死 死不了 说着 他稍缓了一下 抬头看了眼徐胜川 又看了看一侧的徐一鸣 旋即苦笑道 徐老板 实在抱歉 老朽修为浅薄 实在无法为林公子 破除体内的那道咒印 徐老板 还是另请高明吧 说完 他又是无奈的一探 神情中有些苦涩的意味 原以为马上就能破除那道咒印 谁曾料 那道咒印 竟然会突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让他都根本毫无抵挡之力 请客就被重伤 听到老者的话 徐胜川顿时急了 盲道 林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您真的对犬子体内的那道咒印 也毫无办法吗 您可是整个江南省 首屈一指的有道高人 如果连您都没有办法 那犬子岂不是只能等死 老者闻言又是一阵苦笑着摇头 徐老板 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 令公子体内的那道咒印 绝非寻常人物所为 他的修为远在老朽之上 甚至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手段通天的人物 若是我没有判判错的话 方才应该是那人感知到了 我在破除他的咒印 所以直接隔空施法 将我重伤 而且 对方明显已经手下留情 没有下死守 否则 怕是老朽此刻 已是性命不保 说到这 老者又深吸了口气 继续道 令公子的事 老朽是不敢再掺和了 这样的人物 老朽惹不起 方才对方只是将我重伤 没有痛下杀手 已是对我的警告 我若是再不知好歹 继续掺和此事 下一次 对方恐怕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届时 老朽自己 怕事也得搭进去 听到老朽的话 徐盛川呆了一待 他张了张嘴 想再说什么 可是 看到老朽那态度坚决的表情 却又无从开口 这时 那老朽犹豫了一下 又道 徐老板 依老朽之见 眼下唯一能救令公子的办法 就是去找到那个人 恳求对方收回周易 否则 令公子的性命不久矣 闻言 徐盛川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赶忙又问 林老 还请您指点 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人 老者摇摇头 这就得问令公子自己了 他最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说完 老者又道 好了 徐老板 老朽眼下身受重伤 不便再次久留 就先告辞 回去养伤了 至于徐老板先前承诺的报酬 老朽也不要了 就此别过 看着老者转身就走 徐盛川张着嘴 下意识地想开口叫住老者 可最终 却还是无力地放下 待老者离开后 徐盛川这才猛地 抬头看向徐一鸣 瞪着眼睛 怒声道 你这个逆子 我早就跟你说了多少遍 让你低调一点 不要在外面惹是生费 你偏不听 现在好了 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如果你还想活命 就老老实实给我说清楚 最近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否则 我也就不了你 看着圣怒的父亲 徐一鸣脖子一缩 娜娜道 爸 我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我这段时间也没干嘛 无非就是逛逛夜店 去会所玩玩也 也没跟什么人起过冲突 徐一鸣一脸苦涩 他是真不记得 自己得罪过什么人 当然 他现在也有些害怕起来 之前他是半点都不信 那老者的话的 可是 经历了刚才的那一切 却是由不得他不信 听到徐一鸣的话 徐盛川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道 你确定自己最近 真的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嗯 我确定啊 徐一鸣点头 徐盛川皱了下眉 你再仔细的 给我好好想想 不要放过任何的可能性 哪怕是你对一个乞丐 或者是外卖员之类的态度不好 也别给我忽略了 徐一鸣苦着脸思索起来 但想来想去 他实在想不起来 只能苦笑道 爸 我真想不出得罪了谁 真要说的话 也就是那天喝醉了酒 开车撞死了那个女的 但我早就让人查过 那个女人的资料 他就只有一个女儿 然后还有一个儿子 几个月前就无故失踪了 而他那个女儿 现在才读高二 根本不可能是会这种 这种手段的人 否则 他有如此厉害手段的话 怕不是我早就已经一命呜呼 又怎么会等到现在 毕竟 我撞死他妈 都已经是半个多月之前的事了 徐盛川深吸了口气 盯着徐一鸣 既然你想不出具体得罪了谁 那就继续丢想 要还想不起来 你自己仔细掂量 到时候 可没人能就得了你 第十一章 赚钱 清晨 天刚蒙蒙亮 他醒来后 下意识地猛然起身 四下张望 待看到盘 稀坐在一侧地上的凝望书后 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但随后 他又皱了下眉 正在开口 察觉到他醒来的凝望书 已经睁开眼睛 微笑着道 若萱 你醒了呀 嗯 宁若萱应了声 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道 哥 你 你怎么不打个地铺睡 我不是给你拿了电背和毯子吗 你怎么就这么直接坐地上 文言 凝望书微微一笑 道 不用那么麻烦 你忘了我昨晚跟你说的了 你给我可是半个仙人 哪里还需要睡觉啊 啊 宁若萱张了张嘴 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对哦 我倒是忘了这个 宁若书笑笑 随即又道 好了 若萱 你赶紧起来洗漱 然后去吃点东西吧 待会儿该上早读课了 嗯 宁若萱点点头 忽然又道 那你 还去学校读书吗 宁若书道 虽然读不读书 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 你昨晚说的对 爸妈还在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咱们兄妹俩 能考上一所号大学 所以 为了完成爸妈的医院 大学我肯定要去读的 我也会参加今年的高考 当然 我今天暂时还不会去学校 宁若萱一正 胡一道 哥 你今天有事 顿了一下 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现在距离高考 可就还剩下半个月不到了 你参加今年的高考 没问题吗 宁若书笑道 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得先去赚点钱 不然你这每天 就吃点青菜之类的 身体哪扛得住 何况 至于高考 你忘了 我现在可是修仙之人 哪怕我已经有九千多年 没接触这些知识 但当初学的东西 可不会忘记 而且 我现在能做到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稍微花点时间复习一下 重新熟悉高考习题 基本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文言 宁若萱道 那就好 不过 哥 你打算怎么去赚钱 宁若书笑笑 有大概想法了 具体的 还得看看情况 嗯 宁若萱轻硬了声 本来他还想说什么 但想到自己哥哥如今 可不是普通人 于是也就没再多说 不过 他想了想后 还是又说了一句 对了 哥 我手里其实还有几千块钱的 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宁若书哑然一笑 但还是顺着他的话 应道 行 真有需要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 顿了顿 他忽然想起什么 又道 对了 昨天一直没机会问你 家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妈怎么会突然把房子 都给卖掉了 文言 宁若萱脸上的表情 微微一僵 看了眼宁若书 神情有些复杂 你也知道那房子 本来就还没还完房贷 你失踪后 妈为了去找你 也没法继续摆摊卖早餐 家里完全没了收入 加上妈四处找你 花费也不小 房贷就还不上了 只能趁着断供之前 直接把房子给卖了 至于卖掉房子的钱 其实也没剩多少 毕竟 这几年房价跌了太多 然后我又给妈办了后事 也花了不少钱 听到妹妹的话 宁若书一阵沉默 鼻头有些发酸 没想到 母亲卖掉房子 居然也是因为她 深吸了口气 宁若书道 若轩 妈 她葬在哪里 你中午放学后 带我过去看看吧 到时候 我去学校门口等你 嗯 好 妈就葬在青牛山那边的墓园 你既然回来了 是该去看看妈 宁若轩轻呼了口气 说道 带宁若轩洗漱完后 兄妹俩就一起出了门 在学校门口与妹妹道别 目送她走进学校后 宁若书这才转身离去 直接去医院附近看看吧 要是能遇到重病的人 给他们治病赚钱 自然再好不过 不行的话 就只能拿一块淋浴 当普通浴室去卖掉了 只是那样 多少有些浪费就是 宁若书自语着 以她的手段 加上储物戒指里的诸多灵药 灵丹 基本就不存在她治不好的病症 但凡还有一口气在 宁若书都有自信 能将其救回来 她也考虑过 对方估计不会相信她 不过 这个倒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完全可以先治病 后收钱就是 多问一些病人 总归会有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人 愿意试试的 再说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 实在不行 还可以直接拿淋浴去卖 很快 宁若书就来到了 凌川市最大的医院 凌川第一人民医院 站在医院门口 宁若书看着 进进出出的许多病人和家属 他倒是没有急着 上前去询问 毕竟 寻常的病人 肯定不会相信 他一个毛头小子的话 冒险让他治病 只有找那种 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医的人 才有可能愿意死马当活马医 让他试试 难不成 医院的人给赶出来吧 宁若书苦笑 他在医院门口 看了半个多小时 都没发现 真正病入膏肓的人 就在他思存着 该怎么跟那些重病患者接触时 突然 迎面走来一人 对方刚从医院里出来 本只是经过宁若书身旁 但当他目光 恰好扫过宁若书的脸上时 忽然震了一下 紧接着 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脚步下意识地停住 看着宁若书的脸 带着几分迟疑和不确信地说道 你是老宁家的那小子 我记得 你好像是叫旺书 突然听到对方的话 宁若书一正 狐疑地抬头看向对方 那张脸 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略微一想 马上就想起了对方是谁 于是 惊讶到 何书 听到宁若书的称呼 对方终于确定了他的身份 顿时咧嘴一笑 拍了拍宁若书的肩膀 道 旺书 还真是你啊 好小子 你怎么会在这 之前听你妈说 你失踪了 你妈还打电话到我这边 来问有没有见过你 这是咋回事 闻言 宁若书正待开口 但下一刻 他却忽然皱了下眉 盯着那人道 何书 你最近 是不是招惹了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不干净的东西 那人一愣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顿时面色一变 低难道 难道 还真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眼前这人名叫何明远 是宁若书父亲 以前在工地上的工友 交情还不错 宁若书的父亲还在时 对方经常到家里 在工地上出了意外 何明远也对宁若书一家多有帮衬 听到何明远的话 宁若书当即问道 何书 能说说具体怎么回事吗 闻言 何明远抬头看着宁若书 深吸了口气 缓缓开口 第十二章 工地怪事 最近 我们在做的那个工地 确实是发生了一些怪事 有工友说 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了有几个指人在飞 差点没把他的魂都给吓掉 后来 那个工友就大病了一场 这几天才刚恢复 但他说什么 也不肯再回那个工地去干活了 我们其他人倒是没当回事 只当是那个工友自己生病 出现了幻觉之类的 不过 奇怪的是 这些天 我们工地上的工友 很多人都说 每天睡觉醒来后 就感觉身体很乏 就好像没睡够一样 甚至有人说 感觉身体突然变得很虚 干一下 活就气喘吁吁的 就连我 这几天也明显感觉浑身乏力 稍微多做点事 就喘个不停 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 我就跑来医院检查一下 开点药 听了何明远的话 宁望书心下顿时了然 看来不出意外的话 何明远所在的那个工地 应该确实是有要挟之物在作祟 于是 宁望书当即说道 何叔 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吧 你这是 被挟碎吸了精气 还被挟气入体 我得先帮你把体内的挟气给驱散 然后你再休养几天 好好补一下亏虚的精气 基本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不过 你们工地上的问题 如果没解决的话 你还是不要再回去那里做事了 否则 还是会重蹈覆辙的 时间久了 你的精气不断流失 加上邪气入体侵蚀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文言 何明远大吃一惊 旺叔 真的假的 我们工地上真有邪碎 您旺叔点点头 虽然我没去你们工地具体看过 但从何叔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顿了一下 您旺叔又道 待会儿咱们找个地方 我帮你把侵入体内的邪气驱除 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何明远虽然仍有些惊议不定 但关乎自己小命 他还是赶紧道 好 好 旺叔 那咱们这就找个地方 你先帮我去除那个什么邪气吧 行 您旺叔点点头 当即指了下不远处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一家金拱门 现在这个时间 里面应该没什么人 咱们就去金拱门的厕所吧 好 那咱们赶紧走吧 何明远迫不及待 片刻后 两人一同来到了那家金拱门 直接就进了厕所 恰好此时厕所没人 于是您旺叔便招呼何明远 一起走进了一个阁间内 旺叔 现在我怎么做 何明远眼巴巴的望着他 问道 您旺叔微笑道 何叔 你什么都不用做 交给我就行 说完 您旺叔当即抬手 将食指和中指并拢成一道剑指 只见他指尖默然泛起一道灵光 而后往何明远的眉心一抹 下一刻 灵光一闪 一缕缕黑气 便悄然的从他体内散逸而出 看到这一幕 何明远吃惊的瞪大了眼睛 一脸震惊的看着自己身体中 飘出的那些黑气 旋即又猛的抬头看向您旺叔 旺叔 这 这 他张着嘴 有些瞠目结舌 无论是他此刻体内飘出的黑气 还是刚才您旺叔指尖泛出的那抹灵光 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您旺叔则微微一笑 啊 这些黑气 就是侵入何叔你体内的邪气 说完 他五指张开 那些飘散出的黑气 顿时纷纷汇聚到他掌心 接着 您旺叔手掌一握 一抹灵光闪过 那些黑气瞬间烟消云散 何说 你感觉一下 身体有没有比之前好一些 您旺叔道 闻言 何明远回过神来 赶忙仔细感觉了一下 只觉一阵神清气爽 随即他又活动了下身体 立马一脸欣喜道 旺叔 我真的感觉好很多了 基本已经没怎么有之前的那种很强烈的虚发感了 您旺叔微笑道 那就好 这几天 何叔你再好好补一下身体就行 嗯 何明远用力的点头 接着又赶忙道 旺叔 谢谢你啊 您旺叔摆摆手 何叔 你跟我还客气啥 何明远咧嘴笑了笑 忽然又问道 对了 旺叔 你刚才手指尖居然能冒光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 你什么时候居然还会驱邪了 见何明远一脸疑惑好奇的眼神 宁旺叔笑道 也没什么 就是偶然间学了些这方面的手段而已 随后 他马上岔开了话 好了 何叔 咱们先出去吧 这厕所里边骚臭得很 行 那咱们出去再说 何明远硬道 刚走出金拱门 何明远正想在问宁旺叔什么 这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何明远拿出手机一看 赶忙接通了电话 喂 什么事啊 生 什么 好好 我现在就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后 何明远的脸色十分难看 他看了看宁旺叔 道 旺叔 我外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何叔 您旺叔问道 何明远深吸了口气 刚刚一个工友跟我说 今早开工后 就没看到我外甥人影 一开始 他们也没太在意 只当我外甥是去上厕所 或者干嘛去了 说到这 他顿了下 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我外甥也跟着我在那工地上做事 然后一直到刚才 我那工友见这么久 我外甥都还没过去开工 于是就去找他 谁想 还真在厕所里发现了他 而且 我外甥昏倒在地上 脸色发黑 他急忙就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让我打个120 他好叫其他工友 先去把我外甥抬回宿舍 说完 何明远又看着您旺叔 忍不住道 旺叔 你说 我外甥他 会不会也是因为 被那个什么邪气入侵 才会昏倒 估计八九不离十 您旺叔微微点头 那 那我还要打120吗 何明远问 您旺叔摇头道 没必要 医院对这种情况 也只能抓瞎 甚至他们连情况 都搞不清楚 这样吧 何说 你直接带我去一趟你们工地 我出手帮你外甥 驱出体内的邪气就行 顺便看看 你们工地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好好 旺叔 那就麻烦你了 何明远忙不失谍地印着 第十三章 有我在 问题就不大 不多时 何明远打了个车 带着您旺叔 一起来到了他做事的工地 刚下车 您旺叔就察觉了什么 不由抬头看了眼面前 围着的这片工地 低声道 原来如此 难怪会有邪碎再次作乱 此地对于那些邪碎而言 道着实是一处风水宝地 您旺叔一眼就看出 这处工地 是一座天然的巨阴之地 虽然称不上什么阴煞宝学 但对于寻常的邪碎阴雾 却也有着不小的好处 听到您旺叔的字语 何明远不经一正 好奇问道 旺叔 你刚才说什么风水宝地 你看出什么了 您旺叔笑了笑 却并不打算跟何明远多说 毕竟 这解释起来 可就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 他懒得费那个劲 于是说道 没什么 何叔 咱们还是先去看看你外甥吧 好 想到外甥 何明远也不敢迟疑 赶忙带着宁旺叔前往宿舍 片刻后 宁旺叔跟着何明远 来到了活动板房中 此时 活动板房内围着不少人 见何明远到来 其中一人赶忙说道 老何 你可算是来了 120什么时候能到 文明的情况有些不对啊 何明远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宁旺叔 宁旺叔透过人群 瞥了眼此刻 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青年 只见其脸色一片泛黑 没心处更隐隐有一团黑气凝聚 不由皱了下眉 旺叔 怎么样 能解决吗 何明远见宁旺叔皱眉的动作 心头一紧 赶忙问道 宁旺叔眉头舒展开来 对着何明远笑了一下 道 情况比我预料中的糟糕一些 幸好何叔你今天遇到了我 不然 你外甥怕是很难撑过两天 什么 这么严重 何明远吃了一惊 宁旺叔点点头 道 是有点严重 你外甥可不仅仅只是被邪气入体 那么简单 他这是直接被邪碎附体了 不过 有我在 就问题不大 被邪碎附体 何明远再次大吃一惊 赶忙又倒 旺叔 那你赶紧就一笑我外甥吧 我大姐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又是跟着我一起 在这做事的 他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也没脸见我大姐了 放心吧 何叔 宁旺叔笑了笑 听着他俩的对话 在场的其他人 都纷纷露出一抹狐疑之色 其中一名穿着西裤 短袖衬衫 手带金表 明显不是工人的中年男子 皱了下眉 忍不住说道 何明远 他是什么人 怎么还扯起什么邪碎来了 这种江湖骗子的说辞 你也信 你到底叫了120没有 怎么这么久 都还没到 赶紧把你外甥送去医院 可别争处了事 到时候 麻烦可就大了 说不定得要被勒令停工 我这停工一天 损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要是因此延误了工期 更要赔上一大笔钱的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明望书不禁看了何明远一眼 何叔 他是 何明远忙道 望书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张总 说完 他又赶紧对中年男子道 张总 这是我一个侄子 既然他这么说 应该就不会有假 顿了一下 何明远又道 你也知道 最近咱们工地上 很多工友都说 睡醒后身体很乏力 感觉体恤的厉害 我也不例外 之前我不是也跟您 请了假去医院吗 然后就遇到我这侄子 他一眼就看出我是被邪气入体 然后就直接出手 帮我驱除了邪气 你看我现在 已经基本没像之前那样 看着就很虚的样子了 而且 我是亲眼看着他 帮我驱除邪气的 所以 我相信他 听到何明远的话 板房里的其他人 也纷纷朝何明远看来 这会儿 他们也发现 何明远的精神状态 看着是比之前好了太多 一时间 那些工人议论纷纷起来 你别说 老何看着是不像之前那么虚了 整个人的气色 明显好了很多 是啊 之前他的脸色看着就蜡黄蜡黄的 甚至还有点泛黑 但现在 却明显没有那种感觉 连说话都中气十足 咱们别不是真相老何说的那样 都是被什么邪气入体了吧 议论间 其中有不少也同样明显感觉 最近体恤乏力的工人 脸色都变得有些不太好看 不过 那位张总 显然并不信这些 冷声道 何明远 你少在这里胡扯 这世上哪有什么邪碎不邪碎的 你到底打了电话 叫120没有 赶紧把你外甥送去医院 不然 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你后悔都来不及 何明远张了张嘴 不知该说什么 只能又看向宁望书 宁望书瞥了眼那位张总 张总是吧 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至于何叔的这个外甥 给我几秒钟就能搞定 不会耽误任何事情 不过 我还是奉劝你一句 你这工地 如果不想 真闹出人命的话 还是赶紧停工吧 不把问题解决 这里什么时候会闹出人命不好说 但所有在这里做事的工人 用不了多久 怕是就会一个接一个倒下 你可以觉得 我是在危言耸听 但你自己看看 你旁边的这些工人 他们有哪一个脸色 看上去是正常的 我敢说 不出一周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都会病倒 总之 你自己好好掂量吧 说完 宁望书也不理会 那位张总是何表情 静止走向了 躺在床上的青年 而那些工人 则显然对宁望书的话 有些将信将疑 纷纷相互看了看 老何的这个侄子说的 该不会是真的吧 不好说 看老何这么相信他 这又是老何的侄子 我感觉是真的可能性很大 不然 老何再怎么着 也不至于拿自己的亲外生冒险 是啊 关键是 老何看上去 确实完全不像之前那么虚弱 气色差了 而且 老何这侄子不是说了吗 只需要几秒钟 他就能搞定老何外生的情况 咱们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倒也是 不过 他说我们不出一周 大部分人就都会病倒 我有点担心 反正我最近这些天 确实是感觉很不对劲 而且 咱们大家的脸色 也确实都挺差的 虽然没到老何之前的那种程度 但也好不了太多 那些工人 多少都有些忧心忡忡起来 那位张总 听到工人们的议论 脸色有些难看 他看着宁望书 心里冷哼道 我倒要看看 你能整出些什么玄虚来 而此时 宁望书已经来到床前 他依旧是伸出一只手 并成剑纸 而后 一抹灵光 顿时在他指尖浮现 看到这一幕 现场的那些工人 包括那位张总都呆住 墨地睁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地 盯着宁望书指尖的那抹灵光 第十四章 没想到老何的这侄子 还真是一位高人 我去 这 这 我的天 他的手指在发光 难不成 他还真是一位高人 不然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 他手里也没拿着任何东西 这可是发光 而不是冒烟冒火之类的 尤其是 那光的颜色 也不像是什么化学反应能产生的 工人们一阵惊呼 纷纷屏住了呼吸 那位张总的脸色 也有些惊议不定起来 这时 宁望书已将手指点在了床上 那青年的眉心处 当宁望书指尖的那一抹灵光 一触及到青年眉心汇聚的那团黑气时 那团黑气 顿时剧烈沸腾起来 并发出阵阵轻微的痴痴声响 迅速地被驱散 消融 见状 那些工人一阵目瞪口袋 而接下来的一幕 则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眼中浮现出一抹惊骇之色 只见随着那些黑气 不断地被驱散消融 那青年的眉心处 突然传出质的一声尖锐笑音 下一刻 竟是有一道巴掌大的指人 带着一团黑气 猛地扑了出来 面目猙獰 犹如厉鬼一般 凶狠地扑向了宁望书的面门 看到那指人扑向自己 宁望书冷笑了一声 小小邪碎 在我面前还敢造次 死 宁望书末的一声低贺 指尖冲着扑向自己的那指人 轻轻一弹 灵光闪过 那道指人顿时如遭雷击 末地一顿 紧接着 发出一道凄厉的滋滋尖叫 瞬间倒飞出去 与此同时 他身上吃的一下 燃起了一道青色的火焰 在那青色火焰的焚烧下 那指人身上 不断地冒出道道黑气 却顷刻消融 并疯狂地挣扎着 发出阵阵无比凄厉的尖叫 哀嚎和嘶吼声 仅仅数息之后 那指人便彻底地 被焚烧成一缕灰烬散落 在场的那些工人 直咽口水 他们耳中仿佛还回荡着 那指人临死前的惨叫与哀嚎 尤其是回想到 那指人突然冲出来的那一刻 可着实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而随后 凝望书竟然只是轻轻地一弹纸 就将那指人击飞 并燃起青色火焰 将其烧死 更是让他们震惊不已 一时间 那些工人一个个都忍不住 直吸着凉气 看向凝望书的眼神 难掩那股震撼 就连那名张总 此刻也是张着嘴 只觉一阵口干舌燥 呼吸急促 面上泛红 隐隐有几分后怕 这世上 居然还真的有这种歇碎 虽然不可思议 但事实摆在面前 亲眼所见 已经由不得他不幸 好了 何说 过个几分钟这样 你外甥应该就能醒过来了 不过 此地不是什么适合活人呆的地方 待会儿 还是赶紧带着 你外甥离开这里 然后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恢复元气 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这时 宁望书回头对何明远说道 闻言 何明远顿时回过神 他瞥了眼自己外甥的脸色 忙道 望书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恐怕我这外甥 就凶多吉少了 何明远一阵庆幸 他刚才看到自己外甥的脸色 除了还略显苍白之外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心里对宁望书 可谓感激不已 宁望书微微一笑 道 何叔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举手之劳而已 两人的话 也将其他人 终于从震惊中惊醒 历时 哗然的议论纷纷起来 高人 没想到老何的这个侄子 还真是一位高人啊 是啊 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天 那个邪碎 居然被他一个弹指 就给灭了 该说不说 刚才那个指人 突然冲出来那一下 我人都被吓傻了 那一瞬间 感觉浑身都一片冰凉 谁说不是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个指人冲出来的时候 那样子太吓人了 简直就跟个厉鬼似的 那些工人既是震惊 又是后怕 这时 有人看了下何明远外上的情况 顿时惊疑了一声 咦 你们快看文斌 他的脸色 完全没有之前那样泛黑了 看上去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大案 文言 其他人纷纷望去 简果然如此 心中又是大为震撼 但随后 他们又想到了自己 想到了宁望书之前 说他们的话 于是 一个个纷纷望向宁望书 那 那个 其中一人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该如何称呼宁望书 于是看向了何明远 老何 你 你能不能让你这侄子 也帮我们驱除一下 这体内的邪气 说完 那人顿时眼巴巴地 看着何明远和宁望书 其他人也莫不如此 望书 你看 何明远看向宁望书 宁望书微微一笑 道 我知道了何书 小事一见 说完 他当即捏了一道法绝 接着 仰手一挥 一片灵光挥洒 落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 那些工人 只觉一股清凉的感觉袭来 紧接着 所有人都看到自己 与身边的其他人身上 都突然冒出了一缕缕黑气 片刻后 顿觉一阵神清气爽 原先的那种虚弱乏力的感觉 几乎消失殆尽 这顿时 让那些工人惊喜不已 好厉害 我感觉 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是啊 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 虚弱乏力的感觉 这也太神奇了 果然是高人啊 太厉害了 刚才我们身体里冒出的那些黑气 应该就是那个什么邪气了 工人们激动的议论着 随即 反应过来后 又赶忙向宁望书道谢 而那位张总 看着眼前的一幕 更是不再怀疑 这时 宁望书又向何明远道 何叔 既然这里已经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等你外甥醒来后 就直接离开这里 不要继续在这多待了 好好 何明远赶忙硬着 又道 旺叔 今天谢谢你啊 等改天有空 我再去找你 嗯 宁望书微微点头 随即转身离去 看到宁望书就这么要离开 那位张总顿时有些急了 赶忙叫道 小兄弟 等等 第十五章 就这么几张白纸之一百万 终于上钩了 听到对方叫住自己 宁望书心底一笑 旋即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对方 一副狐疑的样子 问道 张总 有什么事吗 闻言 张总善善一笑 忙道 小兄弟 刚才 实在是不好意思 都怪别人见识浅薄 才出言冒犯了小兄弟 还请小兄弟 切勿见怪 然后 别人名叫张勇 不知小兄弟如何称呼 看着对方那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宁望书淡淡一笑 道 张总客气 在下姓宁 宁望书 张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别 别 张勇赶忙叫住宁望书 又一脸陪笑道 宁兄弟 你刚才说 我这工地 要是不把问题解决的话 迟早会闹出人命 不知道能不能劳烦宁兄弟 出手帮我解决这问题 顿了一下 他又恭维道 宁兄弟方才那么轻松 就解决那个邪碎 我相信以宁兄弟智能 要解决 我这工地的问题 想来也是手道擒擒 宁望书笑笑 淡淡道 这对我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但 我为何要帮你 说完 宁望书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张勇略显尴尬 不过他也明白宁望书的意思 这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于是 他连忙善笑道 宁兄弟请放心 只要你能帮我解决这问题 我必有重险 宁望书也懒得跟他拐弯抹角 直接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百万 一百万 我帮你消除后患 一百万 张勇吃了一惊 似乎没想到宁望书这么一个 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 居然一开口就要价百万 神情顿时有些犹豫 虽然宁望书在地球上的年龄 还只是十八岁 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九千多年 容貌固然保持着年轻时的状态 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 更像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而不是十八九岁 怎么 觉得贵了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宁望书抬脚叫走 张勇见状 赶紧叫道 等等 宁兄弟 别那么急嘛 一百万就一百万 张勇一阵苦笑 一百万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多少让他有点肉疼 可相比 他这工地 那又算不得什么了 何况 他现在除了答应宁望书 也别无他法 宁望书瞥了他一眼 但笑道 张总 你还真别觉得我要加高 要不是眼下我刚好需要点钱 区区一百万 就想请我出手 就算多加一两个零 我也未必会看一眼 是 是 张勇只能连声附和着 宁兄弟 还请劳烦你 赶紧帮我把这工地的问题解决吧 钱 我一会就转你账户 还请宁兄弟 你跟我说一下 卡号是多少 宁望书摆摆手 你直接让人去取现金过来给我吧 我目前暂时没有银行卡 也好 那就烦请宁兄弟稍等片刻后 我这就让公司财务区取钱过来 张勇倒也不含糊 当即就给财务打了个电话 放下手机后 他才又看着宁望书 啊 宁兄弟 那你看 是不是可以出手 帮我解决工地的问题了 宁望书笑了笑 微微点头 可以 说完 他下意识的 想从储物戒指里 找块灵域出来 当场炼制一枚玉符 交给张勇 不过 转念一想 地球上灵气如此稀薄 各种修行资源 恐怕也是非常稀少 一块灵域 虽然对他来说 不算什么 但本着能不浪费 就不浪费的原则 加上此地的问题 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何况 区区一百万 连那块灵域本身的价值都不够 他直接拿灵域 当普通玉石去卖 恐怕都不止 能卖这个数 于是 宁望书四下瞥了眼 说道 这里有没有指 指 望书 你要什么指 一旁的何明远问道 随便什么指都行 无所谓的 宁望书回道 行 那你等会儿 我这就给你拿过来 何明远应了声 很快就从一旁的柜子里 拿了个笔记本过来 望书 这个可以吗 宁望书看了一眼 笑着点头 可以 说完 他接过笔记本 将其打开 随便找了张空白夜 然后伸出一根手指 指间顿时泛起一抹灵光 直接以纸带笔 迅速地在纸张上 画了一道符传 接着他又继续如法炮制 一连画了四张 随后将其全部撕下来 递给了张勇 并道 张总 你把这四张符传 按照正东 正西 正南和正北四个方位 随便找个位置贴上就行 剩下的 就交给他们了 最多三天 这里的问题 就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并且以后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状况 张勇看着宁望书的 这一顿操作 心里迷糊得很 他搞不懂 就这么用手指 在纸张上画几下 也不用笔不用墨 然后就说话好了 不过 他还是赶忙接过了 那几张纸看了看 但剑纸上依旧空白一片 什么也没有 更没看到有什么符传 张勇不禁皱了下眉 迟疑地 看向宁望书 甚至脸色 都变得有些不太好看 明兄弟 这上面什么也没有啊 哪有你说的什么符传 看着还是一张白纸 他的语气 都有些不太对劲 宁望书自然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 无非就是觉得 自己是不是在糊弄他 于是宁望书淡淡说道 你若信我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把这四张符 转贴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你若信不过我 那也无妨 你把这几张符 转还给我就行 不过 我有言在先 现在 是我正好需要点钱 所以你请我出手 这四张符转 才是一百万 但如果你不信 届时你这工地 真闹出了人命 或者你事后 又反悔了 想再找我 我可未必 还有兴趣出手 或者 价钱也不可能 还是这区区一百万了 你就是再加一个 零两个零的 那也得看 我的心情 也就妹妹宁若萱 如今还是肉体繁胎 加上接下来 他们兄妹俩读大学的话 也确实得花点钱 不然钱财 对宁望书来说 还真没什么用处和意义 而张勇此刻 却是再次迟疑了 他确实是有些怀疑 宁望书别 不是在糊弄他吧 毕竟 他手里的那几张纸 看着确实就是几张白纸 哪有什么符传在上面 可是 宁望书的这番话 却又让他不敢真的 把手里的那几张纸 还给宁望书 尤其是想到之前 宁望书展现出的 种种匪夷所思手段 一个弹纸 就将那个纸人斜碎给灭掉 而且 刚才他也确实看到 宁望书指尖 泛着神秘的威光 在这几张纸上画了一阵 心里想着 以宁望书这样的手段 想来应当也不至于 在这上面骗自己 于是 张勇还是咬了咬牙 道 好 宁兄弟 那我就信你一回 嗯 宁望书点了点头 随即又道 你的钱什么时候能送到 估计还得等一会儿 毕竟一百万现金不是什么小数目 去银行献取 也得要一些时间 张勇道 行 让你的人尽量快点吧 我中午还有事呢 宁望书瞥了眼 对方带着的那块金表上的时间 这会儿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出头 第十六章 人生一大悲 几分钟后 何明远的那个外甥 率先醒了过来 刚醒来 他就一阵大喊 大叫着什么鬼啊之类的 一脸惊恐的表情 还是何明远连忙安慰了几句 又看到周围都是其他工人 他这才渐渐平复下来 随后 他也从何明远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知道 是宁望书救了他后 又赶忙过来一阵道谢 又过了大概十几分钟 张勇公司的财务 带着几个保安 终于把钱拿来 张总 钱都在这里面 财务将手里 提着的一个皮箱 递给了张勇 张勇接过后 当即将其打开 里面摆满了一打他的现金 并道 宁兄弟 你点一下数 宁望书瞥了一眼 随手拿了两打现金出来 道 不用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不敢在这上面作假 否则 你应该知道 以我的手段 如果你敢在钱上面动手脚 得罪了 我会是什么后果 张勇闻言 善善一笑 盲道 宁兄弟说的是 对您这样的高人 我哪敢为了区区 一百万弄虚作假得罪 宁望书看了他一眼 道 行了 你把这箱子合上吧 钱我就拿走了 好好 张勇赶忙应了两声 当即将皮箱合上 并捧着皮箱双手奉上 宁望书并没有直接去接过 而是抬手一挥 下一刻 那皮箱便在其他人眼前 就这么凭空消失 看到这一幕 张勇以及周围的其他那些工人 再次张大了嘴巴 一脸吃惊的看着宁望书 而宁望书将那一皮箱的 现金收进储物戒指后 又跟和明远道别了一声 接着便转身离开 带宁望书走后 张勇这才长息了口气 忍不住一脸感慨道 看来这位宁兄弟 还真是神仙般的人物 居然一挥手 那皮箱就凭空消失了 周围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今天的所见所闻 对他们来说都太震撼了 完全打破了以往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这时 张勇猛然想起 自己手中的那四张白纸 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他倒是对这些福传 更信了几分 于是 他当即说道 马上跟我去把这些福传都贴起来 另一边 宁望书离开工地后 直接就返回了林川十三中 本来他想去给妹妹买些东西的 但这会儿 马上就要放学了 时间来不及 只能等下午再去买 不过 他倒是就进去买了些祭品 纸钱之类的 方便待会儿去祭拜母亲 站在十三中校门口等了片刻 中午放学铃声终于响起 过了不多时 宁若轩终于从学校里走了出来 若轩 这里 宁望书招手叫了一声 哥 你等多久了 宁若轩赶忙快步小跑着过来 我也是刚到一会儿而已 咱们走吧 先找个地方再说 宁望书拉起宁若轩 就往外走 找个地方 宁若轩一愣 我们不马上打车去吗 青牛山离这里可挺远的 不早点过去 下午上课前 可不定能赶点回来 没事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多时 宁望书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确认四下无人后 当即捏了一道隐秘法绝 将自己和妹妹都隐秘起来 接着 便照出了望书剑 宁若轩健壮 不由惊讶道 哥 你这 不怕被其他人看到吗 说着 他还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 宁望书笑道 不用担心 我刚才已经施展法术 把你和我的身形都隐秘起来了 其他人现在是看不到我们 包括我这把飞剑的 真的吗 这么神奇 那岂不是跟隐身差不多 宁若轩一脸惊奇 差不多吧 不过 我这隐秘法术 可比单纯的隐身厉害多了 不仅别人肉眼看不到我们 用其他手段 也不可能发现得了我们 宁望书笑笑 随即诱到 好了 先不说那么多了 来 若轩 咱们走吧 说完 他便拉着宁若轩 一跃跳上了飞剑 瞬间 飞剑直接冲天而起 不轻下意识地抓紧宁望书的手臂 看了眼下面 腿都有些发软 小脸变得一片煞白 宁望书见状 不禁哑然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怕 我用灵力拖着你呢 不会掉下去的 听到他的话 宁若轩也确实感觉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着自己的身体 这才稍稍安定了几分 不过 他再次看了眼下方 还是感觉心跳一阵加速 赶忙收回目光 连连身呼吸了几下 不敢再继续往下看 看着妹妹的样子 宁望书有些忍俊不惊 不用那么紧张 等我多带你飞几次就适应了 闻言 宁若轩却是把脑袋摇成波浪鼓状 赶紧说道 别 我 我以后还是尽量坐车吧 这太高了 有点怕 宁望书笑着摇了下头 怕什么 等我教你修仙后 将来你自己也能遇见飞行 现在正好提前适应一下 教我修仙 宁若轩睁大了眼睛 猛然抬头看着宁望书 当然 你可是我妹妹 我肯定得教你修仙 让你也可以长生 毕竟 对于修仙者来说 凡人匆匆百年 不过是弹指一挥 我可不想数十年后 再失去你这个妹妹 你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哥 我 我真的也可以修仙吗 宁若轩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一副跃跃欲试 又有几分迟疑的模样 宁望书笑道 怎么不可以 有我在呢 你就放心吧 等晚上我就帮你住街 然后教你怎么修炼 嗯 宁若轩欣然一笑 用力点头 有些期待 不多时 宁望书就带着宁若轩 来到了青牛山墓园 他直接降落在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若轩 带我去妈的墓地吧 好 宁若轩点点头 很快就带着宁望书 来到了一座墓前 哥 就是这了 嗯 宁望书低沉的应了声 看着眼前的墓碑 深吸了口气 心绪不可抑制的波澜起伏 随即 砰的一下 他直接跪在母亲的墓前 妈 我回来了 我来看您了 儿子不孝 不仅没能尽到孝道 还连累您 为了找我 而遭遇了不幸 宁望书眼中蓄满了泪水 脸上满是悲意 子欲痒 而轻不淡 这是人生一大悲 而宁望书的悲 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某种程度上 是他间接地害死了自己母亲 那种悲痛与自责 愧疚的情绪 充斥着他内心 宁若轩看着哥哥如此 心里也很难受 他只能轻拍了拍宁望书的肩膀 深吸着气 安慰道 哥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相信 妈在天有灵 能够看到你安然无恙地回来 肯定会很高兴 也很欣慰的 事已至此 再悲伤难过 也于事无补 我想 妈肯定也不希望你一直沉浸在自责和内疚之中 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 宁望书身呼吸了几下 努力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抬头看着妹妹 你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一切还是要向前看 说完 宁望书又看向母亲的墓碑 低声道 妈 你放心吧 既然我回来了 我肯定会照顾好若萱 不会让他受到任何的委屈和欺负 随即 宁望书举出了之前 买好的祭品和纸钱 将祭品摆上 默默地给母亲烧着纸钱 第十七章 什么人能隔空施法 就将您重伤 就在宁望书记拜母亲之时 林川市一座别墅中 爷爷 我来看你了 顺便过来蹭个饭 嘿嘿 林青竹推开别墅大门 兴冲冲地叫道 听到他的声音 坐在客厅的一名老者 不由抬起头 笑呵呵道 你这丫头 可算是舍得来看看爷爷了 我让你留阿姨 给你多做两个菜 说着 老者便准备起身 这时 林青竹忽然发现 自己爷爷一脸苍白 面无血色 顿时一惊 赶忙上前去扶住他 道 爷爷 你怎么了 你快坐着 别起来了 老者闻言 笑着摆了摆手 道 没事 爷爷没什么大碍 你啊 别太担心了 也别跟你爸妈说 不然他们指定 又得跑过来烦我 看着爷爷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您的脸色 怎么会这么难看 林安国看了孙女一眼 无奈叹道 放心吧 爷爷这条老命印得很 就是受了点伤而已 休养一段时间 也就能慢慢恢复过来了 受伤 林青竹一愣 皱了下眉 愕然道 爷爷 您怎么受的伤 难不成您是强行 要冲击金丹之劲 导致走火入魔 才受了伤 不然 以您的修为 谁能伤得了您 林安国苦笑道 小丫头 原先我以为 这世间应该没有多少人 能够伤得了我 但这一次 我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了 嗯 爷爷 您这意思 您还真是被人所伤 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都伤得了您 林青竹吃惊道 林安国叹了口气 道也不隐瞒 说道 昨晚一位大老板 邀请我过去 后来 他儿子回来了 我发现他儿子体内 被人打入了一道致命的咒印 于是就跟那位大老板提了一下 那位大老板 请我帮他儿子 破除体内的咒印 我也没多想 就出手了 谁知道 本来那道咒印眼看着就能成功破除 但施展那道咒印的人却察觉到了 直接隔空施法 将我重伤 这林安国赫然正是昨晚 在徐一鸣家中的那名老者 而听到爷爷的话 林青竹大吃一惊 眼睛都瞪大了 时 什么 隔空施法 就将您重伤 嗯 林安国微微点头 道 不出所料的话 那人的修为 必然已入金丹大盗 否则 绝无可能仅凭隔空施法 就将我重伤 而且 对方已经是手下留情 只是给我一个警告而已 不然 以当时那道咒印所爆发出的力量 如果全部反噬到我身上 只怕你现在已经见不到爷爷了 说着 林安国一阵苦笑 还有几分庆幸 死 林青竹长吸了口气 内心震撼不已 自己爷爷的修为如何 他可是一清二楚 已经达到化缘七巅峰 距离金丹大盗 只差一步之遥 莫说 是在小小的林川 便是放整个修行界 自己爷爷也绝对是数得上的人物 可是如今 爷爷却被人紧凭隔空施法就重伤 可想而知 林青竹心中是何等的震惊 看着孙女的表情 林安国笑了笑 拍拍他的手 道 放心吧 爷爷虽然伤势不轻 但并未伤及根基 无非就是花点时间慢慢调养而已 林青竹回过神来 看着自己爷爷 忍不住道 爷爷 那您知道 究竟是谁出手伤了您吗 要知道 修行界中 修为达到了金丹七的 可就那么几位 林安国沉阴片刻 摇摇头道 这个 不好说 何况 修行界中已知的金丹七强者 虽然就只有那么几位 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影视高人存在的 顿了下 林安国又笑了笑 道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下午还得上课吧 我让你刘阿姨赶紧做饭 免得你下午上课迟到了 嗯 爷爷 那你这段时间好好休养 有空的话 我会多来看您的 林青竹说道 林安国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好 爷爷知道了 对了 你们还有半个月不到 就要高考了 怎么样 有想好考什么学校 学什么专业没有 文言 林青竹道 还不确定呢 具体还是得看高考 能考多少分吧 嗯 那你这段时间 抓紧时间好好复习 争取高考能考个好成绩 林安国微笑道 青牛山墓园 林旺叔将纸钱都烧完后 又站在母亲的墓前许久 这才终于长呼了口气 对身旁的妹妹说道 好了 若萱 我先送你回学校吧 你还没吃午饭 待会赶紧吃点东西 然后回学校上课 嗯 林若萱应了声 又问道 哥 那你呢 你上午有赚到钱吗 还有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复习 林旺叔微笑道 钱我已经赚到了 赚了有一百万 下午我打算去买点东西 顺便去补办一下身份证和银行卡 然后没什么事的话 应该明天就回学校去 文言 林若萱大吃一惊 忍不住惊呼道 一百万 哥 你 你也太厉害了吧 才一个上午 就赚到了这么多钱 林若萱瞪大了眼睛 对于他来说 一百万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自己哥哥 却仅仅一个上午 就赚到了这么多钱 也难怪他会如此震惊了 林旺叔笑道 还好吧 一百万而已 对我来说 想赚点钱 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啊 你以后不用再像之前那么省吃俭用了 有哥哥在呢 你想吃什么 想买什么 尽管买就是 哥哥不差钱 说着 他直接将之前从皮箱里拿出来的那两达现金 递给了林若萱 若萱 这两万块钱 你先拿着 等我办好了银行卡 把钱存卡了以后 再给你转一下 林若萱赶忙摆手 别 哥 我自己 还有几千块钱呢 这些钱还是你拿着吧 不然这么多现金我带身上 不安全 宁旺叔一想也是 于是说道 也行 那就等我银行卡办好 把钱存进去后 再直接转给你吧 第十八章 这一百万花的太值了 回到林川十三中校外 宁旺叔先让妹妹去吃了个午饭 趁着离上课还有一点时间 又跟他一起回了趟出租屋 拿了户口本 这才去了派出所 补办了张临时身份证 正是身份证得过段时间才能下来 拿到临时身份证后 宁旺叔又马上跑了趟银行 办了张卡 顺便把那一百万现金 全部存进了卡里 接着 宁旺叔便去了附近一家商场的 华为授权店 买了两部最新款的顶配手机 顺便在附近营业厅 用自己身份证办了张电话卡 与此同时 张勇的那座工地中 他正指挥着工人 确定好方位 将宁旺叔给的 那四张福转贴上 张总 都贴好了 当最后一张福转也贴好 福转贴福转的工人 不由对张勇说道 嗯 张勇微点了下头 张总 您说 就这么四张白纸 真的有用吗 一名工人 忍不住带着几分狐疑的说道 张勇瞥了他一眼 深吸了口气 其实他自己也多少有些不确信 但此刻 他除了相信宁旺叔 也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 只能说道 有用没用 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和明远的那个侄子 他没有骗我才好 说完 张勇长呼了口气 这时 边上的一名工人 突然惊疑了一声 咦 张总 您快看 张勇一阵 赶忙抬头 就见刚刚贴好的 那张福转进是翁的一颤 墨地站 放出一抹璀璨的灵光 直接冲天而起 另外三个方位 也都同时各自冲出一道灵光 顷刻在半空中交汇 而后化作了一道光幕般 笼罩了整个工地 但很快 那光幕 便在他们眼中消失 就在众人惊异之际 突然一阵滋滋的尖笑声 从不知何处传来 紧接着 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下 一团团黑气 墨地从四周地下涌出 每一团黑气中 竟都有着一个面目猙獰 凶恶无比的指人 数量竟有不下 二三十个之多 这一幕 让那些工人 包括张勇不差点吓尿 双腿都止不住地打哆嗦 一脸惊恐地 望着那些裹挟着黑气 历声间笑着 宛若历鬼般的指人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工地里 竟然会有这么多的 这种指人邪碎 指人 又是指人 我的天 这也太多了吧 其中一名工人 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惊恐地大叫着 直接一屁股摔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好不了多少 一个个浑身都在颤抖 脸色煞白 眼中充满了恐惧 只觉一阵口干舌燥 艰难的直咽口水 动也不敢动一下 似乎生怕那些指人 朝他们扑过来 不过 他们却是多虑了 那些指人冲出来后 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愤怒地嘶吼着 直接扑向了贴着的 那四张符传 然而 还未等那些指人靠近 那四张原本空白一片的白纸上 突然献出了一道道 散发着淡淡灵光的浮转 下一刻 一道道紫色惊雷 突然从那些浮转中迸发出来 瞬间狠狠地披在那些指人身上 知 煞世间 弱大的工地 充斥着那些指人凄厉的尖叫 而后身上纷纷燃起了熊熊烈火 顷刻便被焚成灰烬 随风而散 看到那足足二三十个指人斜碎 竟在瞬息间 被那几道符传中迸发出的雷霆劈死 所有人顿时呆住 这 工人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呆呆地看着那几张符传 死 这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就这么一下 就把那么多斜碎 全部都给劈死了 那几张白纸 还真的是符传 有工人按捺不住 震惊地叫道 张永泽两眼放光 激动道 您兄弟果然是真正的高人 小小斜碎 在您兄弟的这几张符传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值 这一百万花的太值了 有了这些符传在这阵着 再也不用担心 会有什么邪碎之类的了 张永脸上满是兴奋的嘲红 随即 他又长呼了口气 总算是放心下来 同时 他也终于确定了 宁望书给他的那几张纸 真的是符传 并没有糊弄他 自己也没有当冤大头 用一百万换了四张白纸 事实上 宁望书给张永的那四张符传 威力可不小 如果仅仅只是 为了对付那些纸人邪碎 其实只要一张就足以 不过 此地乃是巨阴之地 若是想真正的解除后患 那么就必须得把此地的阴气 彻底净化 否则 有阴气在此汇聚 哪怕暂时灭掉了那些纸人邪碎 日后也还是会吸引其他邪碎 盘踞于此 这也是为何宁望书跟张永说 三天才能彻底跟除问题的原因 因为这四张符传 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净化掉 汇聚此地的阴气 临川成交 一座装修奢华的别墅中 一名额头上有一道刀疤 面容粗狂凶满的男子 此时正靠坐在沙发上 他面前站着十几个小弟 这时 男子沉声道 阿辉 怎么样 联系上雷子和阿豹了没有 听到男子的询问 其中一名小弟赶忙上前 摇摇头道 龙哥 一直都没有雷子和阿豹的消息 打他们电话 提示关机的 发微信 也一直没见他们回信息 蒋龙顿时眉头一皱 这两个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可是答应了徐少 一周之内帮他解决的 要是再拿不到谅解书 我倒是怎么跟徐少交代 蒋龙的语气中 透着几分不满 阿辉犹豫了一下 道 龙哥 会不会 是雷子和阿豹出什么事了 没等蒋龙开口 边上另一人忍不住说道 他们不过是去找一个 乳羞未干的黄毛丫头而已 能出什么事 这倒也是 阿辉应了声 又道 昨天上午的时候 雷子和阿豹还跟我说 已经找到那小丫头 搬哪里去了 他们正过去找那小丫头 后面就联系不上他们了 龙哥 要不 什么情况 导致联系不上 既然您答应了徐少 那咱们 还是得赶紧找那小丫头 帮徐少拿到谅解书才行 文言 蒋龙想了想 我也点了下头 也好 阿辉 那你带几个人去找那个小丫头 先帮徐少把谅解书拿到手再说 龙哥您放心 昨天雷子和阿豹跟我联系的时候 有提过那小丫头 住在什么地方的 我直接带人过去赌她就行 阿辉应道 第十九章 斩草出根 若萱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宁望书特意在学校门口 等着妹妹下晚自习 哥 你怎么在这等我啊 听到宁望书的声音 宁若萱赶忙快步跑了过来 宁望书微笑道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就索性在这里 等着你下晚自习了 对了 若萱 给你 这时 宁望书将之前买的手机 递给了宁若萱 这是 华为最新出的那款手机 宁若萱借着陆灯光 看着手机盒上的标识 顿时一眼惊喜 但随后 他又有些心疼道 哥 你给我买这么贵的手机干嘛 要买的话 你随便给我买一部两三千的手机 能用就好了 宁望书笑道 没事 你是我妹妹吗 要用当然就用最好的了 何况 哥现在有钱 见宁望书这么说 宁若萱虽然还是有些心疼钱 但心里却是暖暖的 不由甜甜道 谢谢哥 跟哥还道什么些啊 宁望书笑笑 随即又道 对了 你明天中午抽空去办张卡吧 好的 宁若萱欣然硬道 手里拿着那部手机 颇有些爱不释手的模样 那咱们先回去吧 嗯 当下 兄妹俩一同往出租屋走回去 很快 两人走进了巷子中 就在这时 他们前方拐角出黑暗的角落中 忽然走出了几道身影 拦在了宁望书和宁若萱的前方 接着 围守之人直接一挥手 他身后的几个小弟 立马杀气腾腾的威逼上前 一个个面露凝色的 将两人围在中间 一脸不善的表情 此人赫然正是那个阿辉 宁望书见状 顿时眉头一皱 陈生道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他其实已经大概猜到了 对方是什么人 以及他们的来意 只是还不确定而已 听到宁望书的话 阿辉不由瞥了他一眼 玄机冷哼一声 小子 这里没你什么事 赶紧给我滚 否则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哼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宁望书微眯了眯眼 冷笑起来 阿辉顿时眼睛一瞪 露出一抹凶狠之色 恶狠狠的道 怎么 小子 你不服气 信不信 老子现在就直接弄死你 什么狗逼玩意儿 也想学人家英雄救美 真是不知死活 他那些小弟 也纷纷骂骂咧咧的呼吓起来 傻逼东西 赶紧滚一边去 不然小心你的狗命 看什么看 再不滚 老子直接弄死你个傻逼玩意儿 找死 听到对方的喝骂 宁望书瞬间面色一冷 当即捏了一道法绝 将周遭屏蔽隔绝 而后他身形突然一闪 其他人根本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瞬间出现在 骂得最凶的那两人面前 就仿佛是瞬意一般 下一刻 宁望书双手张开 一左一右 直接掐住了那两人的脖子 硬生生地将他们拎起 悬在半空 与此同时 两道真火 末地从宁望书的掌心涌出 呼 瞬间 真火烧遍他们全身 那两人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 发出一声 就已经被焚烧殆尽 化作一缕缕青烟消散 连灰烬都不上 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阿辉还有剩下的那人 顿时惊骇欲绝地瞪大了眼睛 一脸恐惧地望着宁望书 身形不由自主地亮枪后退 你 是 是人是鬼 阿辉张着嘴巴 回想着刚才宁望书 简直如同鬼魅般 瞬间就出现在 自己两个小弟面前 顿时心头狂跳 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浑身都止不住地在颤抖 内心充满了恐惧 而另外那人 则已经被吓妙 啊 鬼 鬼啊 他惊恐地大叫一声 屁滚尿流地转头就跑 宁望书见状 轻哼一声 想跑 给我回来 他张手隔空一抓 一股力量瞬间涌出 逃跑中的那人 突然感觉浑身一僵 紧接着 身躯便完全不受控制地后退 竟是硬生生 被宁望书隔空拽了回来 不 不要杀我啊 我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饶过我这一回吧 看着近在咫尺的宁望书 那人顿时惊恐地哀嚎 苦苦求饶起来 宁望书却并未理会 直接伸出一只手 抓住其头颅 施展了搜魂树 那人的眼神瞬间迷茫起来 片刻后 宁望书收回手掌 眼中露出一抹冷色 果然又是那徐一鸣的人 蒋龙是吧 很好 今天 我就彻底地斩草出根 轻哼一声 宁望书再次激发出一道真火 将其焚成青烟 之前他就猜到了 这些人大概率又是徐一鸣的手下 所以 他出手才没有任何的留情 如今 通过搜魂后 也确认了这一点 看到自己最后一个小弟 也在面前瞬间被烧死 连灰烬都不剩 阿辉双腿 移植不住地在颤抖 现在 该你了 这时 宁望书的目光朝他望来 阿辉顿时吓得再也站不住 扑通一下 直接跪倒了在宁望书面前 大哥 大爷 祖宗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 碰 碰 阿辉疯狂地磕头 求生欲爆棚 只可惜 宁望书可不是什么心词手软的人 哪怕他稍微心词手软一些 当初在苍原界时 就不可能活下来 更不可能一路修炼到大成之境 成为苍原界先到第一人 更是数百万年来 唯一的一位非生者 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威胁 宁望书都不可能会手下留情 埋下祸根 即便他自己不拒 可妹妹宁若萱 如今可还是一介凡人 留下这种后患 一旦妹妹遭遇了什么 那可就真的后悔 都没地方 是意 宁望书面无表情地淡淡说了一句 现在才求饶 已经太晚了 你的兄弟还在路上等你呢 我这就送你一程吧 顿了下 宁望书又道 你放心 不仅仅是你们 还有你们的那个什么龙哥 稍后我也会一并送他 去跟你们黄泉作伴的 说完 宁望书轻轻地一弹指 一缕真火 顿时呼啸而出 不 我还不想死 阿辉临死前 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哀嚎 然而 当那缕真火落在他身上后 哀嚎声顿时戛然而止 他的身躯 顷刻间便在熊熊的真火下 同样化作了一缕缕青烟消散 解决掉了这几人后 宁望书不禁轻忽了口气 这才扭头 看向身后的妹妹 此时 宁若轩小脸略 有些苍白 他昨天并没有看到宁望书 杀死那两个人 但此刻 亲眼看到几个活生生的人 就在眼前被自己哥哥杀死 哪怕场面并不血腥 他一时间 也有些难以接受 说到底 他不过是一个 才17岁的高中生罢了 第20章 太岁头上冻土 你也配 若轩 没事的 不用想那么多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宁望书轻声安抚着 顿了一下 他又道 刚才我对他们 其中一个人进行了搜魂 他们这些人干过的坏事 简直是说都说不完 手上也基本都有人命 所以 你不用觉得 有什么残忍之类的 听到宁望书的话 宁若轩终于回过神来 他长呼了口气 抬头看着宁望书 有些勉强的笑了一下 道 哥 我知道的 我 我就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而已 嗯 见妹妹似乎好了一些 宁望书也稍稍放心下来 随即他又道 好了 若轩 我先送你回去吧 然后 我得出去一趟 文言 宁若轩想到宁望书刚才的话 欲言又止 但想了想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了头 硬道 好 将之前布下的屏蔽法术撤去后 宁望书带着妹妹继续返回出租屋 若轩 这个你随身带着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无论你遇到任何危险 他都能保护你的安全 而且 一旦他被触发 我也会第一时间感应到 取出了一枚玉符 将其递给了宁若轩 那枚玉符中 蕴含着一道十分强大的防御法阵 一旦佩戴着主人遇到危险 便会被动出发 看着宁望书递给自己的玉符 宁若轩赶忙接过 应道 谢谢哥 嗯 宁望书笑了笑 揉了下他的头发 又道 好了 我先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好 待宁望书离开后 宁若轩看着手中的那枚玉符 不禁轻忽了口气 随即想到 刚才宁望书杀了那几人后 显得那么平静 突然有些心疼起来 看来哥哥在那个修仙世界 恐怕没少经历这些 按照哥哥说的 他在那个世界 足足待了九千多年 想来 他肯定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生与死 想到这 宁若轩不禁抬头望了眼窗外 蒋龙的别墅中 此时 他正跟十几个核心手下 交代着什么 突然 砰的一声 别墅的大门 直接被人狠狠地踹开 蒋龙以及他的那些手下 奇奇一愣 下意识地抬头朝门口望去 当看到宁望书不疾不虚地走进来时 蒋龙顿时面色一寒 厉声道 你是什么人 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连我的家宅都敢硬闯 哗 与此同时 他的那些手下 也纷纷站了起来 面色不善地盯着宁望书 并隐隐地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 宁望书眉头一挑 瞥了眼蒋龙的那些手下 继而轻蔑地吃笑道 太岁 哼 就凭你也配 大胆 你算了什么东西 即便气势汹汹地 冲向宁望书 宁望书挟腻了他一眼 突然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下一刻 蒋龙的那个手下 竟是如遭重击 身体瞬间倒飞了出去 摔落地上后 竟已是蹊跷流血而亡 看到这一幕 蒋龙和他的那些手下 顿时大吃一惊 接着 一片哗然 所有人 看向宁望书的目光中 都不禁带上了几分金句之色 仅仅是哼了一声 就诡异地将人轰飞 并让其蹊跷流血而死 这简直匪夷所思 活见鬼了 蒋龙此刻心中 同样惊骇不已 但他深吸了口气后 还是冷静地沉声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蒋某没得罪过你吧 宁望书淡淡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我是来送你上路的就行 听到宁望书的话 蒋龙顿时惊怒交加 他虽然惊具于 刚才宁望书那 不可思议的手段 但混迹道上这么多年 蒋龙可不是什么胆小之辈 送我上路 我看你是活腻了 老子管你是什么来落 敢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来撒野 就算是天王老子 我也叫你有来无回 给我上 敢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能耐 蒋龙杀气腾腾地怒吓一声 他那些手下相互看了看 虽然他们心中同样有些惊具 但也都不太信邪 立马一拥而上 看着蒋龙的那些手下凶狠地扑来 宁望书面无表情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而后就这么隔空轻轻地一划 吃 一抹微盲 墨地从宁望书的指尖掠过 空气瞬间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 下一刻 蒋龙的所有手下 突然身躯一僵 前冲的身体硬生生地停住 没等蒋龙反应过来 就见一颗颗头颅 直接从他那些手下的脖子处滚落下来 鲜血顿时痴痴地狂喷 将这奢华的别墅染成了一片红色 血流成河 啪 看着自己的十几个手下 瞬间全部伸手一触 蒋龙顿时呆住 一屁股跌坐地上 瞳孔一阵收缩 眼中不可抑制地浮现出了一抹恐惧之色 你 你 蒋龙浑身都在颤抖 只觉一阵口干舌燥 他终于感到了恐惧 眼前这青年 根本就不是人 是魔鬼 宁望书看着蒋龙的反应 却是相当满意地 咧嘴笑了起来 随即又扫了眼地上 那一句具身手一触的尸体 细写道 你的这些兄弟都在等着你呢 可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听到宁望书的话 蒋龙终于反应过来 赶忙连滚带爬的仓皇叫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可以给你钱 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只求你不要杀我 在求饶之际 他眼底却是陡然掠过一抹狠色 紧接着 他手中不知何时 竟是出现了一把手枪 对着宁望书便 狠狠地扣动了扳机 同时 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宁笑 碰 随着枪响 一颗子弹瞬间暴视而出 宁望书却是微微摇头 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隔空轻轻一点 下一刻 那子弹竟直接凝固在半空 看到这一幕 蒋龙脸上的宁笑顿时僵住 取而代之的是 无比的惊骇与恐惧 他怎么也没想到 宁望书居然连子弹都能挡住 而且还是以一种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 将子弹凝固在半空 你以为我没发现 你偷偷掏出手枪的动作吗 天真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的一切手段 哪怕是枪械 在我面前 也毫无用处 说完 宁望书伸出的那根手指 又隔空轻轻的一弹 紧接着 被凝固在半空的那颗子弹 竟是瞬间倒飞回去 扑的一声 直接没入了蒋龙的眉心 留下一个血洞 蒋龙瞪大了眼睛 充满了不甘 似乎死不明目般的直挺挺向后倒了下去 宁望书看了一眼蒋龙的尸体 摇了摇头 随即再次一弹指 激发出一缕真火 请客将地上的那些尸体和鲜血 全部焚烧成一缕缕青烟消散 若轩 我回来了 宁望书敲了敲门 开口叫道 很快 宁望书就把门打开 进屋后 宁望书当即说道 若轩 把你银行卡号告诉我一下 我给你转点钱过去 哥 我的钱还够用的 没等宁望书说完 宁望书以微笑道 听话 这是哥哥给你的 那就拿着吧 平时自己想买什么 就尽管买 不用省着花 哥不缺钱 见宁望书这么说 宁望书也就点了下头 应道 好吧 谢谢哥 随后 他将自己的银行卡号 跟宁望书说了一下 很快 宁望书就用手机 直接给妹妹 赚了二十万过去 接着 宁望书又道 好了 若轩 我现在就教你修炼吧 来 你像我这样 谈戏坐着就行 宁望书当即给妹妹示范了一下 摆出一个五星向上的姿势 听到宁望书要教她修炼 宁若轩有些兴奋 盲不失蝶地跟着 摆出了五星向上的姿势 并问道 哥 是这样吗 嗯 没错 宁望书微微点头 又道 好了 你就这么做着别动 其他的 就交给哥哥 我先帮你进行洗脉住机 说完 宁望书张手一招 直接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个浴瓶 里面装着的 是极品浴水 这是用来洗脉住机的绝品 哪怕是在苍原界 也只有那些顶级宗门内 资质极为出众的弟子 才能使用这种级别的宝物 来洗脉住机 他不仅可以洗炼掉肉身 以及经脉中所蕴含的杂质购物 同时还能拓宽 滋养经脉 使得经脉更加坚韧 能够同时承载更多的灵气运转 更快的炼化灵气 修炼速度的快慢 一是取决于功法的强弱 二是取决于 外界能够供给的灵气多寡 三则是 得看经脉本身 能够承载多强的灵气冲击 经脉就好比管道 功法是阀门 外界灵气是蓄水池 管道里究竟能流淌多少水 是由三者共同决定的 如果蓄水池没水 那么 哪怕将阀门开到最大 哪怕管道在宽阔 能够流淌到管道里的水 也很有限 反之 如果管道很小 那么无论蓄水池里的水再多 阀门开到再大 一旦达到管道 能够容纳承载的极限 也无法再加快 打开玉瓶后 宁望书当 既以灵力 引出其中的极品玉水 并将其引入宁若萱的经脉之中 开始缓缓地为他洗脉注击 宁若萱只觉一股热流 在身体中缓缓地流淌 那种感觉十分的舒服 就好似在泡温泉一般 让他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沉浸其中 分外地享受 与此同时 一缕缕微不可觉的浊气 缓缓地从宁若萱周身毛孔排出 而宁望书 则一边控制着极品玉水 为妹妹洗脉注击 一边也在查探他的体质 看看待会儿传授他什么功法 更加合适 片刻后 宁望书脸上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低声道 没想到若萱的资质 居然达到了八品 不愧是我妹妹 以他的体质 最适合修炼的功法 莫过于《月华太玄经》 嗯 待会儿就教他这门功法吧 在苍原界 修仙资质分为一致九品 九品为最高 在之上 便是各种特殊体质 因此 宁若萱八品的资质 无疑是非常高的了 哪怕在苍原界 这样的资质 也称得上是天才之子 而月华太玄经 乃是苍原界中 一个顶级宗门月神宗的 正宗功法 当初这个月神宗 与宁望书结下死仇 被宁望书灭宗后 这门功法 也就落在了宁望书手中 转眼间 半个多小时过去 宁望书终于为妹妹 完成了洗脉筑击这一步 他当即将手中的玉瓶 重新塞住 并用静置封锁 随即叫醒了 还沉浸其中的妹妹 好了 若萱 你赶紧先去洗个澡吧 突然听到宁望书的话 宁若萱猛然惊醒 睁开眼后 他立马感觉浑身黏乎乎的 十分难受 同时身上 还散发着一股浓烈刺鼻的恶臭 咦 好臭啊 哥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黏乎乎的粘在我身上 好恶心 宁若萱看着自己身上黏乎乎的 满是灰黑色的购屋 顿时嫌弃的皱起了鼻子 宁望书笑着道 还不是你自己身体里排出的杂质和污垢 我刚才给你洗脉筑机 说着 宁望书顿了一下 又道 你也可以理解成伐毛洗髓 你没有修炼过 身体里有杂质污垢 是很正常的 这样啊 没想到我身体里居然这么脏 宁若萱恍然 随后他闻着身上散发的恶臭 又皱了下眉 赶忙道 哥 那我赶紧去洗一下先 这黏乎乎的太难受了 臭死了 嗯 去吧 宁望书哑然一笑 随后 宁若萱赶忙起身 跑进卫生间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后 宁若萱才终于从卫生间里出来 此时的他 面色红润白皙 肌肤柔嫩细腻 简直如同婴孩一般 吹弹可破 哥 我的皮肤好像变好了很多啊 比之前柔嫩细腻光滑了太多 宁若萱一脸惊喜地摸着自己的脸颊 宁望书笑道 那当然 我给你洗脉住机后 你体内的杂质和污垢都排了出来 皮肤自然就会变好 好了 你赶紧过来吧 我现在就传授你一门修仙功法 以后你 每天早晚都各抽一个小时修炼就行 我会给你灵石来辅助修炼的 不然地球上的灵气太稀薄了 全靠吸收外界的灵气 修炼速度太慢太慢 嗯 宁若萱欣喜地应了声 赶忙走了过来 事宁妹妹坐下后 宁望书当急捏了一道法诀 以灌顶传法的方式 直接将月华太玄镜的内容传授给他 以这种方式传授功法 就不会存在忘记的情况 所有内容如同烙印在脑海中一样 待宁若萱完全接受了月华太玄镜的内容后 宁望书又取出了一枚夏品灵石 让他握着 手把手地教他如何修炼 在宁望书的教导下 宁若萱很快就上手 又是一个多小时后 宁若萱暂时停下了修炼 他睁开眼 顿时一脸兴起地望着宁望书 哥 这修仙的感觉 好奇妙呀 我能感觉到 有一缕缕那个灵气进入我的身体 然后按照功法在经脉里运转 而且 我也能感觉到 现在我的丹田里 已经有一缕真气了 宁望书笑呵呵道 我已经帮你完成了洗脉助击这一步 而且还是以最好的宝物 帮你洗脉助击 又有临时辅助修炼 效果自然不是寻常能比 若是换作一般人 想要完成洗脉助击这一步 可得耗费很长的时间 效果还很难有这么好 而在完成洗脉助击之前 虽然也能练气 但修炼速度嘛 肯定是很差强人意的 嗯 谢谢哥 宁若萱甜甜一笑 宁望书微笑了笑 又道 行了 接下来 你记得每天早晚都至少修炼一个小时 过段时间一体内的真气 应该就足以催动趋势 到时 我再教你一些基本的战斗手段 和基础的法术 随后 宁望书又跟宁若萱 简单说了下修仙的境界 这修仙的第一个境界 便是炼气七 然后就是化缘七 这两个境界都分为九层 再之后就是金丹七了 而从金丹七开始 每一个境界大体上就只分为初七 中七和后七 宁望书只是大致地 跟宁若萱讲了下这三个境界 毕竟 他要修炼到金丹七 还是很遥远的事 没必要现在就跟他说那么多 第二十二章 重返校园 老同学是修行者 一日清晨 宁望书与妹妹一同去了学校 顺便将自己的课本 学习资料 等等都装在背包里带着 之前他失踪了几个月 他的那些课本 学习资料等 都早已被母亲张兰芳拿了回去 宁若萱也一直没丢 都好好地收在纸箱子里 哥 那我先去教室上早读了 宁若萱回头甜甜地对宁望书说道 嗯 好 去吧 宁望书微笑着回了一声 目送着妹妹走向教学楼后 他这才朝着教师办公楼的方向走去 他失踪了几个月 得要先去找一趟班主任 也就是秦峰 不过 他才刚走出没几步 一旁忽然传来一个惊疑声 咦 你是宁望书 宁望书下意识地扭头望去 就见一名滋容娇吼 肌肤白皙 停停玉立的女生正站在他身侧 惊讶地看着他 看到这名女生 宁望书略有些恍惚 马上他就想起了对方是谁 于是微笑道 林班花 是你啊 好久不见 眼前的女生是他的同班同学 名叫林清竹 没错 他就是林安国的孙女 之所以称呼对方为班花 那是因为 他确实是班里公认的班花 事实上 林清竹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都绝对是属于校花级的人物 只不过 高中可没几个人会嫌得淡疼 去凭什么校花之类的 啊 是挺久不见了 林清竹应了声 忍不住又仔细打量了宁望书一番 道 宁望书 话说 几个月不见 我咋感觉你变化好大 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大了好几岁似的 看着成熟了好多 不过 你这皮肤咋变得这么白了 我记得 你之前有点黑的 关键是 你这皮肤咋这么好 感觉比我的皮肤都好很多啊 听着对方一同巴拉巴拉 宁望书不禁哑然一笑 正在开口 这时 他却忽然正了下 眼神中透着几分惊讶 还有几分狐疑的看了看林清竹 林清竹居然也是一名修行者 而且 修为还不弱 都达到炼气六层了 能在灵气如此稀薄的地球上 这样的年纪 就修炼到炼气六层 看来这位灵斑花不简单啊 宁望书心里相当的诧异 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同学当中 居然还有修行之人的存在 林清竹似乎并没有察觉到 宁望书神色中的异样 他继续说着 对了 宁望书 你这几个月上哪去了 我怎么听说 你失踪了 啥情况啊 你这是 宁望书回过神来 笑了笑 道 没什么 就是出了点意外状况而已 说完 他马上岔开了话 好了 先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得去找老班一趟呢 嗯 行 我也得赶紧去教室上早读了 先撤了哈 拜拜 林清竹挥挥手 当即快步走向教学楼 看着林清竹的背影 宁望书不禁暗道 以前倒是不知道 咱们班里还有这样的人物 有点意思 笑笑后 宁望书收回目光 继续往教室办公楼走去 不多时 宁望书来到了秦峰的办公室 秦老师 宁望书敲了敲门 见秦峰正坐在办公桌前 于是赶忙叫了一声 文言 秦峰当即抬头 看到宁望书后 不由微笑道 宁望书 你来了呀 怎么样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嗯 多谢秦老师关心 已经处理好了 宁望书应道 那就好 秦峰点点头 又道 晚点我跟个人科老师说一下 让他们这段时间 帮你针对性的进行一下突击复习 现在距离高考 可不剩多少时间了 你得抓紧 好了 你自己去教室吧 就还坐你原来的座位就行 好 秦老师 那我就先走了 宁望书忙道了一声 嗯 当宁望书走进教室时 所有同学不由纷纷朝他望来 紧接着 教室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嗡嗡的义润声 我去 宁望书还真的回来了 我还以为林青竹是在开玩笑呢 居然是真的 他回来的还挺及时的 再晚一点 可就赶不上高考了 可不是吗 也不知道 他这几个月到底干嘛去了 不过 他现在虽然回来了 但这距离高考 可就只剩下半个月不到 这次高考 恐怕他也很难发挥出之前的水平 是啊 除非他这几个月 也一直有在复习 不然成绩肯定多少 都会受到影响 就是看影响 有多大而已 如果影响比较大的话 那可就真有点可惜了 要么只能去读一所差一些的学校 要么就得再复读一年了 听着那些同学的议论 宁望书不禁笑了笑 虽然事实上 他已经有足足九千多年 没有接触高考相关的知识 但他可没有忘记这些 无非就是久了不接触 也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有个十几天时间 对他来说 简直是够够的了 尤其是他现在能够过目不忘 这在语文 英语 还有所有需要靠 记忆力的题目面前 完全就是开挂一样的存在 说不定他的成绩 还能更上一层楼呢 宁望书倒也没有理会那些同学的议论 自顾地走回了自己原本的座位 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 宁望书都在翻看着课本 和以前的那些学习资料 习题等等 有着过目不忘 外加一目失行的能力 宁望书只花了一天的功夫 就基本已经把课本 还有以前的那些学习资料 做过的习题都看得差不多 第二天 他就开始试着用各科目的真题试卷 自我测验 虽然最终测出来的成绩 跟之前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但差的并不多 尤其是在需要依靠记忆力方面的科目和题型上 考的明显比原来更好 照这情况 他只需要再花个几天时间 把其他方面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再加上如今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 他的成绩 必然会比之前还要高出一些 第二十三章 是他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就在宁望书专心复习的时候 此时 徐一鸣却一脸愁容 爸 我是真想不起来 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徐一鸣看着父亲徐胜川 无奈地说道 徐胜川捏了捏额头 深吸了口气 缓缓道 既然你想不起来 我只能再找那位灵老 问问他认不认识什么更厉害的高人 看看能不能帮你破除体内的皱印了 事关自己小命 徐一鸣赶忙道 爸 那你快给那位灵老打电话吧 他以前是不信这些的 但经历了前天晚上的事 他却不得不信 嗯 徐胜川点了点头 当即拿起手机 拨通了林安国的电话 喂 林老 我是小徐啊 冒昧打扰您 还是为了犬子的事 我想问一下 您认不认识什么更厉害的高人 另一边的林安国 听到徐胜川的话后 不又说道 徐老板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世间比我更厉害的高人 自然是有的 但他们每一位 都是修行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莫说是你 便是老朽想求见 都很难很难 至于令公子的事 恕我直言 你们还是尽快找到 究竟是谁给令公子下的咒印 更切实可行一些 否则 不说那些比我更厉害的人物 愿不愿意见你们 时间上又是否来得及 单单是人家发现 令公子体内的咒印 很可能是一位同级别的强者所为 是否会愿意冒着 得罪对方的风险出手 也是未知数 好了 徐老板 我这边还有一些事 就不与你多说了 说完 林安国直接便挂断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徐胜川皱了皱眉 他自然听得出 林安国压根就不想再掺和这件事 而且 林安国说的也对 当初他为了搭上林安国 就费了好大的劲 如今想要结识 比林安国更厉害的人物 又哪是那么容易的 爸 怎么样 那位林老怎么说 徐一鸣见父亲眉头紧锁 赶忙问道 徐胜川轻忽了口气 摇摇头道 没办法 林老还是建议我们 想办法找到给你下咒印的那人 求对方收回咒印 这 这可怎么办 我足足想了两天 都实在想不出到底得罪 或者是冒犯了什么人 唯一能想到的 就只有被我撞死的那个女人 可是 那个女人的情况 你也一清二楚 根本不可能跟她有关 徐一鸣苦涩道 徐胜川想了想 你继续给我仔细的想 如果排除了所有一切的可能 那么 最不可能的那个可能 或许就是真的 我稍后让人再仔细的调查一下 那个女人的情况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行吧 徐一鸣无奈道 嗯 徐胜川点点头 又道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回房间休息吧 好的 爸 徐一鸣应了声 当即回了自己房间 此时已是深夜 回房间后 徐一鸣仍然还在苦思冥想 自己最近到底得罪 冒犯过什么人 可哪怕他以绞尽脑汁 却也怎么都想不起来 就在这时 徐一鸣突然身躯一阵 只觉心口一阵剧痛袭来 让他感觉 简直如同万一世心一般 强烈的痛苦 让徐一鸣浑身瞬间抽搐 眼睛墨地瞪大 身上青筋暴突 冷汗直冒 他想张嘴痛叫 但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也无法动弹哪怕一下 这让徐一鸣心中无比的惶恐 难道 是我身体里的那道皱印发作了吗 他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但很快 他又感觉自己脑海中 似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 一段记忆突然涌现 是他 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想起来了 徐一鸣心中狂吼 他终于记起了一切 想起了那个魔鬼一般的青年 想起了那个青年 对他所说过的那些话 想起了就是对方将皱印 打入自己体内 还封印了自己那一段记忆 这一刻 徐一鸣心中充满了悔恨 但更多的 却还是对死亡的恐惧 体内那万一世心般的痛苦 让他整张脸都扭曲了起来 浑身都止不住的在抽搐 他奋力的想要挣扎 却只是徒劳 一日清晨 方嫂 一鸣还没起床吗 徐胜川喜术后来到餐厅 准备吃早餐 见徐一鸣不在 不由向保姆问道 方嫂忙道 老爷 我起来后一直没看到 少爷从房间里出来 徐胜川皱了下眉 这都八点多了 怎么还不起 方嫂 你去叫一下一鸣 好的老爷 方嫂应了声 赶忙去徐一鸣的房间 而徐胜川则自顾的 拿起一碗小米粥 先喝着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惊叫传来 徐胜川一正 下意识地抬头 紧接着就见方嫂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老爷 不好了 少爷 少爷他好像 总之 您赶紧去看看吧 徐胜川顿时心头一紧 赶忙起身 跑去徐一鸣的房间 当他看到徐一鸣 双眼暴脱地死死瞪着 面容痛苦扭曲着 浑身僵直地 躺在床上毫无声息时 不由一个亮枪 差点直接跌倒 一鸣 一鸣 徐胜川慌乱地冲了上前 大声地叫喊着徐一鸣 然而 徐一鸣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当他颤抖着 伸出手指 去试探徐一鸣的鼻息后 顿时直接栽倒了下去 当徐胜川醒来时 已经是中午 他的保镖守在一旁 醒来后 徐胜川立马猛地坐着起来 急声问道 一鸣怎么样了 一鸣在哪里 他的几个保镖相互看了看 其中一人低声道 老板 少爷他 他已经死了 是 什么 死 死了 徐胜川颤声叫道 只觉眼前一阵泛黑 他的保镖健壮 赶忙扶住他的身体 是的 老板 医生说 少爷是心脏猝死 而且 距离发现时 已经死了有七八个小时左右了 闻言 徐胜川浑身都止不住颤抖了起来 陷入了无尽的悲痛 许久之后 徐胜川似乎终于从丧子之痛中 稍稍回过神来 他深吸了口气 眼中墨地浮现出一抹煞气 咬牙切齿道 心脏猝死 好一个心脏猝死 不管你是谁 只要让我知道 是你杀了我儿子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给我儿子陪葬 徐胜川一脸狠利 眼睛都变得通红 他很清楚 自己儿子根本就不是死于什么心脏猝死 而是他体内的那道皱印发作 杀死了自己儿子 他就只有这么一个独子 而且 妻子在十余年前就已经去世 如今 儿子暴毙 他心中的恨意 可想而知 第24章 徐胜川的杀意 哥 那个徐一鸣 他死了 晚上 宁望书刚下晚自习回来 就听到 妹妹开口对他说道 宁望书一笑 我说了 让他三天死 他就三天必死 哥哥没骗你吧 嗯 宁望书点了点头 轻呼了口气 又道 下午的时候 有警察过来找我 跟我说 徐一鸣突发心梗猝死 还说徐一鸣已经死了 原定下个月开庭 也就终止审理 宁望书摸摸他的头 微笑道 宁望书 这件事已经结束 你也不用再去想那些 接下来 你就专心学习 每天好好修炼就行 嗯 宁望书用力点了下头 突然又道 哥 我 我有点想哭 宁望书轻叹了口气 新知妹妹对母亲的死 其实还没有完全放下 如今得知 撞死母亲的人 终于死了 内心也需要宣泄一下情绪 于是 他轻轻抱着妹妹 柔声道 想哭就哭吧 有哥哥在呢 嗯 宁若轻硬了声 便埋头在宁望书怀里 低声乌液起来 转眼间 几天过去 此时距离高口 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周的时间 凌川十三中 高三一版 宁望书 很不错 你这张卷子 我已经批改完了 除了作文和阅读理解扣了几分外 其他的题目全对 150分的总分 你拿了143分 这个成绩 已经比你之前最好的一次模拟考成绩都要高了 秦峰一脸满意地说道 这几天 他帮宁望书突击复习后 今天特意拿了一张往年的真题卷 给宁望书做 而宁望书考出来的成绩 让他有些喜出望外 尤其是 这两天不仅仅是他 其他几个科目的老师 也都各自拿了张真题卷 给宁望书测验 宁望书考出来的成绩 基本都达到此前最高的水准 甚至部分科目还要超出一些 他也是特意统计了一下 宁望书几个科目的总成绩 加上今天语文的143分 宁望书的总分赫然达到了702分 这样分数可要比此前宁望书最好的一次模拟考兜 还要高出了整整20多分 秦峰原以为宁望书整整三个多月都没有好好的复习 成绩肯定会有不小的下滑 谁曾想 他这次测验的总分居然能不降反升 听到秦峰的话 宁望书微笑了笑 爸 还得多谢秦老师这几天帮我复习 不然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回考试状态 秦峰微笑道 这主要还是你自己 包括其他科目老师帮你复习 也就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顿了一下 他又道 以你这次做真提倦测验的成绩 如果高考的时候能够保持这个水平 是有很大机会能考入清北的 往年我们江南省的清北录取线 基本都在690多分这样 说完 秦峰拍了拍宁望书的肩膀 道 好好加油吧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争取高考的时候 也能考出个700上下的分数 这样一来清北就稳了 谢谢老师 我会努力的 宁望书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带秦峰走后 宁望书的同桌李飞 顿时忍不住惊叹道 卧槽 望书 你这也太牛了吧 702分 尼玛 你这是真要上清北的节奏啊 宁望书微笑道 这只是老师们用真提倦给我测一下而已 又不是真的高考 准不得准的 李飞摇摇头 道哪怕只是用真提倦测试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没想到你都这么久没来学校了 居然还能考出这样的分数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嗑药了 宁望书哑然一笑 与此同时 徐家 已经给儿子办完后事的徐胜川 正与一名男子交谈着 徐董 您让我查的人 我已经查清楚了 不过 我却是查到了一些 一些 嗯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事情 就是有点太匪夷所思 我还特意多方求证了一下 所以才耽搁了几天才过来 向您汇报情况 那名男子开口说道 徐胜川文言一正 不禁问道 哦 什么匪夷所思的情况 你仔细说说 好 那人点了下头 当即说道 您不是让我去查 那个叫张兰芳的女人的信息 包括去家庭背景 人脉关系 交际圈 等等方面 不要遗漏任何一点吗 经过我的调查 那个女人这些方面 倒是很稀松平常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 家里还有人机网兜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 我却查到她那个 失踪了好几个月的儿子 突然又冒了出来 现在已经回了凌川十三中上学 再查到这一点后 我挺意外的 好奇之下 我就去查了下 他那个儿子的情况 发现他那个儿子 突然冒出来后 曾去过一个工地 让我感觉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里 我有让人去找 那个工地上的工人打听 据那些工人所说 他们那个工地 前些天发生了一些怪事 说是有什么邪碎作怪 其中还有一个工人 被邪碎附体 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帮那个工人 驱出了附体的邪碎 他们还亲眼看到 那个女人的儿子 施展法术 把邪碎杀死 另外 那个工地的总包老板 还花了一百万 请他画了几张符 很多指人邪碎 但那些邪碎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那几张符 转中发出的雷电给劈死 那些工人都说 那女人的儿子 肯定是什么世外高人 或者是神仙之流的人物 我是觉得 这种事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 所以让人找了不少工人 求证了一下 但每个人的说辞 基本都一样 所以 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 徐董 您说这世上 还真有什么邪碎 和这种能施展法术的人 说着 男子抬头看向徐胜川 然而 他却发现 徐胜川此刻 竟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脸上充满了凶狠暴力的表情 是他 一定是他 没想到 还真让我猜对了 在排除一切可能后 最不可能的 可能就很有可能是真的 会法术 又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除了他不会再有别人 一定是他杀了一鸣 徐胜川咬着牙恨声道 听到这番话 男子不禁一愣 一脸狐疑 这徐董怎么一口咬定 他儿子是被这个人所杀 外界不是都传徐一鸣 是突发心梗猝死的吗 而且 听徐董这意思 他对自己刚才提到的 什么邪随啊 法术啊 这些一点都不意外 似乎他本就知道 这世上有这些东西似的 虽然心里疑惑 但男子也不敢多问 尤其是看到徐胜川此刻 完全一副恨意滔天 凶狠的瞪着眼 仿佛要吃人的模样 眼睛里都不满血丝 他就更不敢多嘴了 第25章 血神殿压制松动 原因期 过了好一会儿 徐胜川才终于深吸了口气 压抑着内心的那股戾气与恨意 让男子先离开 带男子走后 徐胜川才又咬牙切齿的狠声道 不管你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杀了我儿子 我就一定要 让你碎尸万段 哪怕是倾家荡产 我也绝不会放过你 说着 徐胜川眼中 闪过一抹狠利的凶光 随即他深吸了口气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很快 电话接通 喂 老赵 你上回跟我提到的血神殿 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深 只要肯花钱 无论想杀任何人 他们都能让对方死得翘无声息 徐胜川沉声道 手机里马上传出一个男子 带着几分惊讶的声音 不是 老徐 你怎么突然问起血神殿了 我记得当初我跟你提起的时候 你不是完全不感兴趣 也不想跟这种组织 产生任何的交集吗 徐胜川缓缓道 此一时比一时 那时候我的确是不想 跟这种组织有交集 毕竟 我已经洗白这么多年 不想再去 沾这些人和事 免得给自己惹来麻烦 不过现在 我想要一个人死 但对方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所以我才想到了 你之前跟我提过的血神殿 文言 那人硬道 原来如此 关于血神殿 我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 也从其他人口中 了解过一些情况 反正据我所知 血神殿 至今还从未失守过 只不过 想请血神殿出手 价格也是极高的 一千万只是起不价 低于一千万的单子 他们不接 另外 具体的价格 他们也会事先调查目标的情况 会根据对方的身份 以及任务难度进行评估 然后给出一个报价 徐胜川想也不想的说道 价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杀了那人 无论多高的价格 我都能接受 说着 徐胜川一阵咬牙切齿 随即 他又继续说道 所以 老赵 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血神殿的人 其他的 我自己跟他们谈 电话另一边的那人 对徐胜川 居然动了如此强烈的杀心 颇有些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能让徐胜川说出 无论多高的价格 他都能接受 不过 他倒也没多问 只是硬道 行 那我先联系一下血神殿的人 到时候再帮你引荐一下 好 老赵 谢了 等有机会 我请你吃饭 徐胜川硬道 挂断电话后 徐胜川不由 深吸了口气 脸上露出一抹凶利之色 很声道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能不能挡得住血神殿的暗杀 随着时间来到6月7号 高考终于来临 两天的考试 转瞬即过 当最后一个科目考完后 宁望书刚走出考场 忽然一震 他末地 抬头望了掩天穷 脸上露出一抹惊异的表情 咦 怎么回事 那股压制我修为的力量 居然莫名地松动了几分 我能动用的灵力 竟恢复到了原因初期的水平 神势也能稍稍外放 笼罩方圆一公里左右的范围 凝望书皱了下眉 一脸惊讶 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 他其实也有尝试修炼 但他能动用的力量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始终都是金丹七巅峰的层次 可是就在刚才 却突然感觉到 被压制的修为恢复了一些 达到了原因初期 这让他感觉很不可思议 凝望书眉头紧锁着 思考着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压制自己修为的那股力量 莫名出现了些许的松动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声音将他惊醒 凝望书 凝望书下意识抬头望去 却见赫然是斑花林青竹 见凝望书看向自己 林青竹不禁问道 凝望书在想什么呢 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 该不会是没考好吧 文言 凝望书随口回了句 哦 那倒没有 我在想这些其他事情呢 是吗 林青竹狐疑的看了看他 又道 我还以为你是没考好 所以才皱着眉头呢 对了 我之前听说前几天 老师们拿了张针提卷给你测试 然后你考了702的总分 怎么样 现在高考也考完了 你自己估分 大概能估到多少 凝望书笑笑 哦 应该也是差不多那个分数吧 毕竟有些题目 我也不太确定 自己写的对不对 但700分上下应该大差不差 林青竹惊呼道 真的假的 你能估到700分上下 那岂不是说 你很可能考进清北 一半一半吧 具体还是得分数出来才清楚 凝望书随口说道 泽泽 厉害啊 凝望书 没想到你都三个多月 没来学校复习 居然还能大概率考上清北 太牛了 林青竹一脸惊叹 还有那么几分羡慕 凝望书哑然一笑 随即问道 对了 你呢 你自己估分大概是多少 林青竹苦笑道 跟你可比不了 我自己估分大概是在670左右 清北是不用想了 只是看看到时候 报哪所985院校吧 对了 到时候要是清北来抢人的话 你是打算去哪所大学 林青竹又好奇地问了一句 凝望书总了耸肩 这个我可还没考虑过 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顿了下 他又道 我也未必就会去清北 毕竟京都有点远 而且这只是我自己的估分 万一我高估了 压根就没过清北的路曲线呢 嗯 这倒也是 不过 我的话 不出意外 应该会去省内的江南大学 或者是林省的精灵大学 我的分数 应该能够得上这两所大学 林青竹道 嗯 那就助林同学 你能顺利抱上自己心意的大学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凝望书不想再继续多聊 说了一句 便先离开 再返回妹妹租住房子的路上 凝望书还在思索着自己的修为 忽然恢复到原因初期的事 可无论他怎么想 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26章 打算 哥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最后这科考的如何 刚进屋 妹妹宁若萱便按捺不住 兴冲冲的问道 凝望书微微一笑 还可以 算是正常发挥吧 呼 那就好 宁若萱松了口气 忙又道 那你想好去读什么大学了吗 宁望书摇摇头 还没决定呢 对了 若萱 你上次模拟考 大概考了多少分 见凝望书忽然问起 自己上次模拟考的成绩 宁若萱正了一下 但还是回到 650多分吧 怎么了 宁望书笑笑 没什么 随口问问而已 顿了下 他又道 这不是你马上也要高三了吗 就想了解下你的成绩情况 650多分的话 你高三这一年再加把劲 应该有不小的机会 能考上一所顶级的985院校 嗯 我们老师也这么说 宁若萱硬着 又道 反正我的目标是 咱们省内的江南大学 以我现在的成绩 加上还有一年的复习时间 考上江南大学的希望 还是很大的 听到妹妹的话 宁望书心中移动 若萱是想考江南大学吗 以她现在的成绩 只要接下来这一年不松懈 高考正常发挥 希望确实很大 嗯 江南大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李林川静 本身也是全国前列的名校 她本来还没考虑过 读什么学校 但既然妹妹打算读江南大学 并且也有很大的希望 宁望书便准备 也去读江南大学 一来是离家静 二来嘛 等明年妹妹高考后 只要能顺利考入江南大学 那么他们兄妹俩 就在同一所学校了 也方便她随时照顾妹妹 反正对宁望书来说 读什么大学都无所谓 江南大学 又是全国前列的名校 也可以满足父母当初 希望他能考入名校的愿望 想到这些 宁望书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无论他高考分数具体是多少 他都会选择去江南大学 至于他的高考分数 能否达到江南大学的录取线 宁望书丝毫不担心 他自己估分是在700分上下 这是很保守的估分 实际分数基本只会比这更高 而不会低 对了 若萱 待会儿我去买点菜回来 咱们自己做顿饭吃吧 这时 宁望书忽然道 嗯 好呀 哥你今天刚高考完 是得吃顿好的 嘻嘻 宁若萱笑嘻嘻道 宁望书哑然一笑 道 行 那你在家里等我 我这就去买菜 好 离开出租屋后 宁望书不禁自语道 还是得自己买套房子更好一些 不然一直跟若萱挤在租的这小单间里 虽然我不需要地方睡觉 但总归也有些不方便 而且 这里尾食太小了些 不过 想到自己现在手头上只剩下70多万 哪怕临川目前的房价不高 但也就勉强只购买一套两房的小户型 而且 相对而言 宁望书其实是更想把家里原来的那套房子给买回来 只不过 那新房主才刚搬进去住了没多久 想重新买回那套房子 不议价一些 怕是不太现实 看来还是得再赚点钱才行啊 算了 我也懒得折腾 还是直接拿块淋浴去卖掉吧 然后早点把家里那套房子给买回来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遇到时候的买主 宁望书自语了一声 打算这两天 宁望书就抽空拿块淋浴去问问行情 来到菜市场 宁望书买了好些排骨 海鲜和蔬菜回去 当晚便亲自下厨 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 虽然宁望书早已不需要进食 不过 在苍原届时 偶尔也会 为了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自己弄点吃的 他的厨艺 还是相当不俗的 哇 哥 你做的这个红烧排骨好好吃 宁望书相当的捧场 夸个不停 宁望书笑呵呵的 连连给他加菜 病道 兄妹俩一起吃着晚餐时 徐家 一辆黑色轿车 缓缓停在了徐家别墅门口的空地上 紧接着 一男一女走了下来 那男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 浑身肌肉快撞分明 简直爆炸一般 而女子则是一袭红色长裙 前凸后翘 身姿婀娜 分外妖娆 下车后 两人抬头看了眼面前的别墅 随即一同走了过去 而此时 徐胜川正坐在客厅中 还有几名保镖站在他身后 听到门铃声 当即对身旁的保镖吩咐道 阿强 去开一下门 好的 老板 保镖应了声 赶忙过去开门 随着那一男一女走进别墅 女子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奢华装修 又瞥了眼徐胜川 笑音音道 徐老板 您这府邸可当真是好生气派啊 徐胜川看了两人一眼 并未接话 而是说道 两位便是写神殿的人 正是 女子微笑着开口 徐胜川道 两位请坐 待两人坐下后 徐胜川才道 两位 我这次联系你们写神殿的目的 想来你们也已经清楚 这是目标的一些基本资料 两位可以先过目一下 说着 徐胜川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资料递了过去 女子随手接过 扫了眼资料的内容后 不经微正 随即微微一笑 道 有点意思 一个会法术的高中生 看来也是修行界之人 徐胜川道 这是我所能查到的情况 其他的 你们若是 还想了解更详细 就只能自己去查了 徐胜川给对方的资料中 有提及到 凌旺叔在张勇的工地上施展法术 诸灭邪碎的事 但是 他却并未提及 林安国曾被 凌旺叔隔空施法重伤一事 虽然血神殿名声在外 按照他那位老朋友的说法 无意失手 但是 林安国的本事 徐胜川多少有些了解 凌旺叔能隔空施法 就将林安国重伤 并且 林安国此前也有提及到 哪怕他 找上了比林安国更厉害的人物 对方也一旦发现 他儿子徐一鸣体内的骤印 是同级别强者所留后 也未必会愿意冒着 得罪一位同级别人物的风险出手 对血神殿 徐胜川自然也有同样的忧虑 万一对方知道 林旺叔这么厉害 不愿意接手这个单子 届时 他可就真不知道 该找什么人 替自己儿子报仇了 是已 他刻意隐瞒了这一点 等血神殿的人 对林旺叔出手后 不管成与不成 他们都与林旺叔结下了死仇 到时 他们双方恐怕都不会 轻易就此罢休 他徐胜川 自然就可以作弊上官 如果血神殿真能杀了林旺叔 那自然最好 即便不能 那也给林旺叔树立了一个强敌 得时刻提防着血神殿的报复 他又哪里能知道林旺叔的手段 根本不是他所能揣测 血神殿便是再强 在林旺叔面前 也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 当然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徐胜川才有勇气为自己儿子报仇 心里对此抱有希望 而之所以 把林旺叔回法术 诛灭过邪岁的信息 告知血神殿的人 徐胜川也只是想让对方知道 这次的目标 并不是能轻松解决的 让他们足够的重视 派出真正厉害的高手 他自然是更希望 血神殿真的能杀了林旺叔 给自己儿子报仇 第27章 一万拿我当傻子呢 血神殿的那两人 自然不知道徐胜川心里的算计 此时 那女子仔细看过资料后 缓缓道 徐老板 我们血神殿的规矩 想来你也有所了解 关于目标的信息 我们会去核实 并进行相应的评估 不过 对方如果真是修行之人 那么这次任务的价码 就至少要五千万 要是对方的修为较高 任务难度超出预期 那么五千万也是打不住的 我希望徐老板 你要有心理预期 文言 徐胜川却是毫不犹豫到 五个亿 只要你们能杀了他 我直接给你们五个亿 徐胜川清楚 就凭宁旺叔能隔空施法 重伤临安国 真要等血神殿的人 了解清楚了宁旺叔的实力 只怕对方的开价 也不会比这低多少 而他如今 为此报酬心切 已经完全不在乎花多少钱 作为身价百亿的富豪 五个亿虽然也不是 一下就能拿出 这么多流动资金 但花点时间 也就能抽掉出来了 事已 徐胜川直接开出了一个 让血神殿无法拒绝的价格 果然 女子听了 他开出的价码后 顿时眼睛一亮 与身旁的男子相视一眼 旋即眼嘴笑了起来 徐老板果然才大气粗 五个亿的单子 对我们血神殿来说 那也是很少见的大单了 我也相信 以徐老板的身价 要拿出五个亿 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胜川看着对方 道 所以 这个单子你们接吗 接 当然接 只要钱给够 就没有我们血神殿 不敢接的单子 女子没有一丝一毫 犹豫的应导 正如他所说 五个亿的单子 对血神殿来说 也是难得一遇的大单了 而且 他也坚信 无论是任何人 只要愿意 血神殿都能将其击杀 这是 血神殿自创立以来 从无尸手所带来的 绝对自信 血神殿也不是没杀过修行之人 甚至 死在他们手下的修行之人 并不在少数 何况 他已经看过凝望书的资料 不论这份资料真实性有多少 但最基本的 比如 凝望书的身份 只是一名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学生 这一点 他相信不会有假 因为这太容易查证了 而且 资料上还有凝望书的照片 看上去凝望书最多 也就二十出头的年纪 就冲着凝望书的年龄 哪怕他是修行之人 女子也并不觉得 凝望书的修为能有多高 是 对他来说 徐胜川愿意开出五个亿的天价 这简直就是白减的钱 又怎么可能会不接下来 好 爽快 那咱们就说定了 只要你们把目标杀了 五个亿我立马就打进你们指定的账户里 徐胜川咬牙切齿 一脸恨意的说道 可以 女子微笑着点头 片刻后 两人离开了徐家 看着他们的身影远去 徐胜川脸上不禁露出一抹狠色 冷笑道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能耐 能不能挡得住血神殿的暗杀 夜晚 明若萱刚下晚自习回来 来 若萱 这是我特意给你炼制的一枚储物戒指 你现在体内的真气虽然还太弱 暂时不足以打开储物戒指 不过 等再过一段时间 你修为突破到炼器器三层后 就可以使用它了 另外 我还在这枚储物戒指中 铭刻了一道攻击法阵 你只需要将自己的真气注入戒指中 并可激发其中的法阵 释放出一道剑气攻击目标 这道剑气的威力 足以击杀任何金丹七以下的人物 只不过 你自身的真气太弱 所以 我在戒指中又铭刻了一道聚灵阵 可以自行汇聚灵气进行充能 你注入的真气 只是作为一个影子 触发法阵而已 但因为地球上的灵气太稀薄 戒指中的聚灵阵 大概需要十天左右 才能完成充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激发过戒指中的 那道攻击法阵 那么 就得隔十天之后 才能再次使用 说着 宁望书将一枚储物戒指 递给了妹妹 随后又继续说道 有了这枚储物戒指 再加上我之前给你的那枚玉符 这一弓一手 我也能放心许多了 听到宁望书的话 宁若萱看着面前的储物戒指 一脸惊喜 忙道 谢谢哥哥 之前宁望书就有跟他提及过 储物戒指的妙用 宁若萱可是相当的渴望 也能有一枚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把各种东西 都直接存放在储物戒指里了 那可方便太多 跟哥还客气啥 宁望书威笑着硬了声 嘻嘻 宁若萱俏皮一笑 马上又到 哥 那我先去洗澡了 等洗澡出来 我就马上修炼 嗯 去吧 宁望书笑着硬了句 刚结束高考 宁望书如今也没什么事 虽然他昨天考虑着 拿块淋浴去卖掉 好把家里原来那套房子 买回来 不过也不急于这一天两天的 今天他也是特意拿也没去 就在出租屋内 给妹妹练制了那枚储物戒指 至于卖领玉筹钱买房 他打算明天再去转转 找人问问价 一日上午 在妹妹去学校上课后 宁望书也出了门 四处转悠了一阵 宁望书直接走进了一家玉器店 您好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一名销售员立马迎了上来 热情地询问 宁望书扫了眼店里 陈列贵中的那些玉器 微笑道 请问你们这里收玉石吗 您想出售玉石 销售员一愣 有些惊讶 嗯 我手里有块品质极佳的玉石想出售 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宁望书道 销售员迟疑了一下 这个我得问一下我们经理 好 那就麻烦了 宁望书客气地应了声 不多时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他看了眼宁望书 微笑道 小兄弟 是你要出售玉石 能先给我看一下吗 可以 宁望书点点头 当即将玉玉取出 递给了对方 他只是拿了一块 大概三指宽两指厚的玉玉 毕竟 这玩意儿在地球上 应该极其稀少 甚至可能压根就没有 拿来当普通玉石卖掉 尾石有些暴殖天物 宁望书也只是想筹够钱 把家里那套房子买回来 然后手上还能剩下点钱就足够 自然不想拿太大块的玉玉出来浪费 看到宁望书手中的那块玉玉 那名男子顿时眼睛一亮 不过他演示得很好 马上又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接过那块玉玉后 仔细打量了一番 又用手电照了一下 片刻后 才抬起头 微笑着对宁望书道 小兄弟 你这块玉石怎么说呢 品质还算马马虎虎吧 就是太小了些 你看 一万怎么样 一万块钱我收了 毕竟你这块玉 也就能出个牌子 和两三件小玩意儿 一万 听到对方的话 宁望书气笑了 这是把自己当傻子忽悠啊 宁望书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一把夺回那块玉玉 转头就走 那名男子一惊 宁望书的动作太快 他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手里的玉玉 就已经被宁望书夺回 看到宁望书直接就这么走了 一句话都没说 他赶忙叫道 诶 等等 小兄弟 价格不满意 咱们可以再慢慢谈吗 可惜 宁望书却 只是回头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我觉得 没有什么谈的必要 我手里这块玉的品质和价值如何 你应该很清楚 但你却开出一万这样的价格 呵呵 拿我当傻子呢 说完 宁望书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 任凭对方在后面如何叫 也都没有再理会 看到宁望书真就这么走了 那名男子 多少有些懊恼 他是见宁望书是个小年轻 觉得对方不懂行 所以才随便出个价糊弄 却不想玩杂了 人家话都不跟他多说 直接就走 第28章 撒泼打滚 离开那家玉器店后 宁望书不禁摇了摇头 按道 看来直接找玉器店回收 的确不是一个好选择 这些开玉器店的 基本不太可能会真心实意的出价 还是得想办法 找个实货的买主才行 想到这 宁望书忽然心中一动 如果是找个人买主的话 我何不干脆把这块玉雕出成品来卖 这块玉玉完全可以雕出两件玉配 要是能遇到喜欢的买主 估计价格还能更高 而且 我记得在一人路那边 是有个古玩市场的 倒不如索性直接去那边 摆他卖还好一些 当下 宁望书不再迟疑 先是回了汤妹妹租的房子 直接用灵力将那块玉 雕刻了一对龙凤玉配出来 宁望书直接以灵力雕刻 成品出来 完全足以与大师级作品媲美 而且 龙共也就那么几分钟就搞定 随后 宁望书马上赶去了一人路的那个古玩市场 这古玩市场 卖什么东西的都有 什么瓷器 玉器 古玩字画 包括青铜器等等 当然 这里的东西想也知道 可以说 九成九都是些现代工艺的宴品 也就偶尔有可能遇到真货 不过 在这里逛的人还不少 宁望书很快就找了个角落的位置 直接在地上铺了个布袋 便将之前雕刻好的 那两枚一龙一缝的玉配摆了出来 接着 自己就席地而坐 他也不吆喝 主打的就是一个随缘 如果遇到了识货且喜欢的买主 对方自然会询问 一般的人 且不说识不识货 能不能出的起价 也是个问题 这么一坐 就是足一个多小时 大抵是宁望书找的位置太角落 足足一个多小时 都始终无人问津 但也没办法 这里但凡好一些的位置 早就已经给人占去 哪还能轮得到他 不过 宁望书倒也不急 也雕刻出的这两枚玉配 可都价值不菲 能出的起价的人 并不会太多 加上他眼下本来也没什么事 有的是闲暇 耐心等就是 随着时间临近中午 这时 一名老太太和一名中年妇女 从宁望书的摊位前经过 那老太太恰好瞥见 宁望书摆着的那两枚玉配 顿时脚步一顿 目光落在了那枚龙形玉配上 咦 这玉配看着好像还不错 要不买回去 给我孙子带 老太太开口 跟他一起的那中年妇女 也顺着他的目光望来 好像是还可以 中年妇女应了声 随即 两人在宁望书的摊位前蹲下身 那中年妇女 看到宁望书摊位上 就只有那两枚玉配 不由有些惊讶道 你这就这两件东西卖吗 宁望书见终于有人询问 于是当即回道 对 就这两件玉配 中年妇女没再多说什么 倒是那老太太 直接伸手去拿起了那枚龙形玉配 仔细妈撒端向了片刻 随即问道 你这玉配怎么卖啊 宁望书看了他一眼 道 一百万 一百万 那老太太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 你怎么不去抢 就这么一块破玉配 你要一百万 听到对方的话 宁望书皱了下眉 心知对方肯定不会花这价格买 于是也不想跟他多费唇舌 直接说道 觉得太贵的话 就烦情把玉配放下 不过 那老太太却并没有放下玉配 而是说道 五百块 你这玉配也不咋低 也就值个五百块了 怎么样 你卖的话 我这就给你钱 五百 呵 宁望书气笑了 但也懒得与对方争论什么 只是淡淡的说道 至于我这玉配 一百万一分都不能少 麻烦 你把我的玉配放下 听到宁望书的话 那老太太还继续胡搅蛮缠 小伙子 我能给你出到五百 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别不知道见好就收 还一百万一分都不少 你觉得 有谁会出一百万 买你这块破玉配吗 这样 我最多再给你加点 八百 八百块我买了 嘴里说着 但手上却始终不肯 把玉配放回 宁望书皱着眉 沉声道 卖多少是我的事 我再重申一遍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价格 那就请放回我的玉配 见宁望书油颜不敬 那老太太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音量都抬高了一些 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买不起吗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整得好像谁还很稀罕似的 七 那你就把我的玉配放下 宁望书也不觉得抬高了几分音量 对这虎脚蛮缠的老太太 有些不快起来 怎么 我要是不放下来 你还要打我了 我想买东西 看看怎么了 难道你卖东西 还不给人看 老太太一副蛮横的表情 宁望书强压着火气 深吸了口气 我给你十秒钟时间 你要再不放下我的东西 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 谁想 宁望书这话一出 那老太婆居然直接往地上一坐 撒泼叫道 哎呀 来人啊 打人了 这个小伙子 要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啊 他的嚎叫声顿时 吸引了周围许多人的注目 纷纷诧异地望了过来 宁望书彻底被这老太婆的撒泼打滚气笑了 冷声道 跟我玩这一套是吧 拿了我的东西 死不撒手 还撒泼打滚 什么叫撒泼打滚 你一个小伙子 欺负一个老太太 还是人吗 大家都快来看啊 这个小伙子 要动手打人了 那个中年妇女 也一副十足泼妇的模样 大声叫嚷 周围那些不明所以的路人 此时也都忍不住 纷纷指指点点地议论起来 宁望书见此 懒得再废话 直接起身 将那玉佩 强行从那老太婆的手里抠了下来 那老太婆还死死地攥着玉佩 不肯撒手 还想奋力挣扎 奈何 宁望书暗中激发出了一道灵力 直接进过了她的身体 让她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攥着玉佩的手 也不受控制地分开 随后 娶回了玉佩 宁望书这才收回了灵力 第29章 巧遇 恢复自由的老太婆 虽然搞不清楚 自己刚才 为何突然就无法动弹 并且手还自己松开 但她还是立马又再次哭嚎起来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个人欺负我一个老太婆 居然抢抢我的东西 还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啊 偏生边上还真有一个不明所以的男子开口道 小伙子 你有点过分了吧 连一个老人的东西都抢 大家伙赶紧报警 围着他 可别让他给跑了 闻言 宁望书再次被气笑 瞥了那人一眼 冷声道 我抢他的东西 你确定这是他的东西 这玉佩 跟我摊位上摆着的这枚 可是一对 你也可以自己问他们 这到底是他们的玉佩 还是我的玉佩 那男子张了张嘴 一时雨色 他也看到了 宁望书刚刚从那老太婆手上拿回去的 是一枚龙形玉佩 而摊位上还有一枚凤形玉佩 这一看 显然应该就是一对的 不过 他还是嘴硬道 那你也不能直接动手 从一个老人家手里抢抢回去 要是不小心伤到了老人家 你负责得起吗 宁望书只笑道 合着我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反而还不对了是吗 我就问你一句 我这枚玉佩 价值一百万 如果这个老太婆 损伤了我这玉佩 你赔吗 一百万 那男子吓了一跳 包括周围的人也都如此 有些吃惊的看着 宁望书手上的那枚龙形玉佩 显然都没想到 就这么一枚小小的玉佩 居然价值百万 男子吶吶了两声 似乎是觉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有点落面子 还继续降嘴道 你就吹吧 就这么一块破玉 还价值百万 糊弄谁呢 照我看 你这玉佩了不起 也就千八百的 千 他这话音刚落 那老太婆像是找到了认同一般 立马叫道 就是说啊 刚才我不过就是看了一下这玉佩 然后他张口就是一百万 这不是摆明了要讹人吗 我都给他出价八百块了 他不卖也就罢了 还直接对我一个老太婆动手 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 大家伙都来丢我瓶瓶脸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宁望书懒得跟他们胡搅蛮缠 淡淡到千八百块 哼 你们还真敢说 不过 我这玉佩卖多少钱 那是我的事 别说一百万了 我就是想卖一千万 也跟你们无关 如果你们自己不嫌丢人 还想继续在这撒泼打滚 那也随意 说完宁望书便好整以侠地重新坐了回去 围观的那些人 这会儿也算是看明白了 有人忍不住劝道 老太太 我看您还是走吧 既然东西是人家的 那人家想卖多少钱 那确实是人家自己的事 您要是觉得能接受 想买就买 觉得太贵 不想买 那就走便是 何必要跟人家这么闹腾呢 就是说啊 虽然我的玉石只是略懂皮毛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人家那两块玉佩 还真不是什么千八百的便宜货 少说也得十万八万起步 甚至大几十万也不是没可能 另一人附和着 现在可不比以往 大部分人已经不会再凭第一感官 就冲动的贸然表态明确立场 毕竟 类似的事情出现反转的例子 可太多太多了 眼下弄清楚了事情的情况 又还有几个人 还会站在那老太婆一边 不想 那老太婆听到其他人的劝说 反倒是怒冲冲的瞪着眼骂了起来 你们什么意思 是在说我胡搅蛮缠吗 明明是他动手打人 欺负我一个老太婆 你们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你们该不会是跟他一起的 何起火来欺负我一个老太婆吧 闻言 刚才开口劝说的那几人 一阵无语 我看你这不是还中气十足的吗 人家怎么就打你了 人家不过就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而已 你这老太太 也有点太强词夺理了吧 我看 她这纯粹就是在以老卖老 这还真是 应了那句话了 不是老人变坏 而是坏人变老了 老人家 你还是赶紧走吧 八百块钱就想买 人家可能真价值几十上百万的东西 你这不是抢买抢卖吗 没这么做人做事的 面对众人的指责 那老太婆又开始豪丧起来 天哪 还有没有天理了 你们这些人居然合起火来 欺负我一个老太婆啊 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了 谁来评评理啊 看到这老太婆又开始撒泼打滚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纷纷摇头 看向凝望叔的眼神 甚至带上了几分同情 瘫上了这么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婆 可真是倒了血霉了 不过 凝望叔却压根没有理会 完全就是看侯戏般的心态 看着那老太婆撒泼 与此同时 不远处 一名老者正在孙女的陪同下 在这古玩市场闲逛着 咦 爷爷 那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 这时 老者的孙女 看到前方围满了人 不由惊讶到 老者也正了下 咱们过去瞧瞧 嗯 好的爷爷 女生硬了声 赶忙跟老者一起走了过去 因为围着的人太多 他们看不清 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 很快倒是从周围议论的那些口中 知晓了个大概 爷爷 听这些人这么说的话 那里边那个老太太 还真是有点太胡搅蛮馋了 八百块就想抢买人家 几十上百万的玉佩 人家把玉佩拿回去 居然就直接撒泼打滚起来 女生说道 老者微微点头 道 不过 我倒是有些好奇 是什么样的玉佩 敢开价一百万 说完 她又道 咱们进去看看 如果真是能价值百万的 祭品玉佩的话 那正好买下来给你 也算是爷爷送给你上大学的礼物了 哼哼 说着 老者笑了笑 很快 两人就挤进了人群中 当女生看到场内的情况 目光扫过坐在摊位前的宁望书时 不由愣了一下 惊讶道 宁望书 怎么是你 本来还在看戏的宁望书 突然听到这个声音 不由一正 下意识抬头 看到那女生后 同样有些惊讶 随即笑了笑 道 林斑花 是你啊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遇到你 挺巧的 那女生赫然是林青竹 她身旁的老者 自然就是林安国 第三十章 五百万 轻呆众人 听到宁望书的话 林青竹不由笑了笑 应道 对呀 真巧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你 说完 她的目光又扫过宁望书面前摊位上 摆着的那两枚玉佩 不禁问道 宁望书 是你在卖这玉佩啊 我刚听旁边的人议论 说你这玉佩卖一百万一枚 宁望书轻点了下头 对呀 最近需要用钱 所以想把这两枚玉佩卖了换点钱 这时 林安国的目光 也落在那两枚玉佩上 但很快 她神情便微微一正 眼中露出一抹亚异 乃至是惊喜之色 随即 她赶忙道 小伙子 你这玉佩 我能上手看看吗 宁望书 这是我爷爷 林青竹赶忙解释 文言 宁望书看了眼林安国 眼底不禁略过一抹惊讶之色 随即又恍然 心中暗道 原来是林斑花的爷爷 难怪我感觉 他们体内的气息 似乎一脉相承 这么说来 这林斑花 倒是修行世家 他这爷爷的修为可着实不低 都已经达到花园气巅峰了 只差一步 便可冲击金丹大道 不过 他爷爷似乎之前受过伤 虽然已基本恢复 但体内的气息 却还是稍稍有那么几分浮动 宁望书一眼 就看穿了林安国的情况 他倒是不知 林安国其实是当初 被他隔空施法所伤 毕竟 林安国的伤势已基本痊愈 他当初隔空施法的气息 也早已消散 是也 宁望书也没看出来这一点 原来是林老爷子 您想上手看看 当然可以 宁望书微笑着硬道 好 多谢了 林安国客气的笑了笑 随即上前伸手 将两枚玉佩都拿到手中 仔细看了看 接着 他又闭上了眼睛 像是在感知什么一样 很快 他就睁开了眼睛 一脸惊喜之色 随即 他猛的抬头看向宁望书 道 小伙子 你这两枚玉佩 当真只要一百万一枚 嗯 听到他的话 四周围观的那些人 都震了一下 有些惊讶的看着林安国 怎么听这意思 这老头好像还觉得这玉佩卖得便宜了 就连那个撒泼打滚的老太婆 这会儿都停下了哭号 愕然的看向林安国 宁望书自然明白林安国的意思 林安国作为修行之人 肯定感知到了 他那两枚玉佩中 蕴含着浓郁而精纯的灵气 知晓之不是寻常的玉石 而对于他这样的修行之人来说 玉佩中的灵气 对他们的帮助可太大了 只要能炼化玉佩中的灵气 绝对是大有必义 甚至 他或许能借此 冲击一下金丹大道 是以 林安国如何能不激动欣喜 虽然灵狱中蕴含的灵气 远远无法与灵石相比 灵狱更多的用处 还是在于炼制玉佩 或者是炼气这方面 但在没有灵石的情况下 直接炼化灵狱中的灵气 替代灵石来辅助修炼 也是可以的 只是在苍元界 基本没人这么干就是 因为在苍元界并不缺灵石 而灵狱蕴含的灵气 哪怕比下品灵石都要少得多 直接用灵狱来辅助修炼 那可妥妥的是浪费了 当然 不过 如果是灵老爷子您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您打个八折 这两块玉佩 您一起给个一百六十万就行 好歹我跟您孙子 也是多年同学 说着 您望书微笑了笑 不想灵狱国却是赶忙摆摆手 笑道 不用 一码归一码 何况 正因为你是青竹的同学 我才更不能占你的便宜 说着 他顿了一下 又倒 说实话 你这两枚玉佩 才一百万一枚 我都觉得太便宜了 让我捡到漏了 我都有点过意不去 要不 我再给你加点 这两枚玉佩 我一起给你五百万吧 五百万 听到灵安国这话 周围的人都惊了 一阵傻眼 感情他们之前还低过了这两枚玉佩的价值 一百万居然还卖得太便宜 对方主动加价到五百万两枚 这可是五百万 哪怕是在一线城市 都能全款买下一套小户型了 不过 您望书对灵安国的主动加价 却是同样摆了下手 道 别 林老爷子 既然我自己之前开了价是一百万一枚 您真想买的话 就还是按照这个价给我就好 宁望书道 也不想占这个便宜 价是自己开的 没有反悔的道理 何况 有了这两百万 怎么着都够买回家里那套房子 绰绰有余了 估摸着 还能剩下的几十万 见宁望书这么说 灵安国笑了笑 道 小伙子 那老头子 我就厚颜占你一个大便宜了 不过 如果你事后觉得 卖得太便宜了 可以随时跟青竹说一声 灵安国笑笑 又道 那这两枚玉佩 我就拿下了 还请小兄弟 把你银行卡号给我说一下 我这就给你转账 行 宁望书应了声 当即将自己的银行卡号 告诉了灵安国 灵安国很快就把钱赚了过去 并道 小伙子 钱我已经转过去了 这两枚玉佩 我可就拿走了啊 好 我收到到账短信了 宁望书微笑道 灵安国拿着那两枚玉佩 欣喜不已 一阵爱不释手 而旁边的人 看到灵安国还真花了两百万 买下了这两枚玉佩 都是指不住一阵意论纷纷 没想到这玉佩 居然还真这么值钱啊 是啊 一百万一枚 这两枚就是两百万 我低个乖乖 关键是 人家那位老爷子 自己都说占大便宜了 还说那小伙 只要事后觉得卖便宜了 可以随时补上差价 可见 这两枚玉佩的真正价值 远远不止一百万 说起来 那老太婆可真那个啥的 居然想用八百块钱 就抢买人家 至少价值百万 甚至两三百万的玉佩 人家不卖 就直接撒泼打滚 真是无了的大雨 谁说不是 之前她还好意思说 人家讹人 还污蔑人家打她 这可是 价值百万以上的玉佩 她又买不起 人家不赶紧拿回去 要是真让她不小心 给磕了碰了 那人家找谁说理去 面对着周围众人的指指点点 那老太婆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她还真没想到 就这么一块破玉佩 真有人愿意花 一百万一枚买下来 而且还一副占了 大便宜的样子 甚至主动提价到 五百万买下两枚 不仅是那老太婆 包括之前帮那老太婆出头 张口就说 这玉佩最多 也就值个千八百的那男子 此刻也惊讶地 说不出话来 趁着没人注意 赶紧灰溜溜地跑路 实在是没脸继续待下去 不然 等其他人想起她来 还不知道要被 怎么指指点点呢